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也是非常的高兴大家可以在线上跟我们来进行沟通和分享 而且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个机会和平台呢 更好的对于我们胃癌这一部分的一个防治等等的一些信息呢 进行一些这种不同想法的一些交流 当然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呢 也都可以实时的在我们这个平台的这个提问这一部分呢 来进行我们问题的提交 同时呢我们也是提供中文 英文 韩文 日文和西班牙文的同传服务 所以的话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也可以在我们下方选择您需要的语言进行选择 好的那女士们先生们 那我们现在呢也是想要邀请我们此次会议的主席 我们韩国癌症学会理事长 就是去对我们这次的这个会议进行一个开幕的致辞 那有请我们的梁理事长 好的 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这次的会议 实际上呢我们在首尔的话也是有这个2022年的AOS的会议 然后的话这几天呢也是正在进行非常如火如荼的一些交流 而且我们也有是来自40多个国家的这些专家线上线下的来进行交流 而且我们也有是来自首尔就是上千名的这些参会代表 所以的话呢我们也是在这次的盛会当中 除了说可以做更多的一些学术交流之外的话 也可以让大家在我们的一个疫情后期的这样子的一个时代呢 去进更更去做更多的一些交流和更多的一下线下的这样子的一些讨论 实际上啊 这个呢是我的一个胆囊的这个这个影像片 因为几个月之前呢我也是诊断了胆囊炎 之前呢我也是因为有一些非常剧烈的疼痛 所以之后呢去做了检查 那我平时呢经常是给我的患者去做一些外科手术的 但是的话呢这次也是轮到我自己了 可以看到这边是在我自己这样子的胆囊炎发做一个月之后的一个情况 实际上他的一个疼痛已经非常的剧烈了 那我讲这个的一个一个目的呢 实际上是因为很多时候作为医生 我们总是总是觉得说我们好像是非常理解患者的 或者说我们可以很懂他们的一些想法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直到我自己是病人的时候 我才开始真正的感觉到他们的一些痛苦和一些焦虑 那很多人都会说 说因为我们做的是这个腹腔筋的 那你可能并没有说像做这个做开腹这么痛 对吧那实际上并不是的 我做了腹腔筋我还是很痛的 还是会有一些痛苦的 所以的话呢可能说当我们有些医生跟我说 说我说后一天就可以出院了 那我作为患者的话 我当然想要多多多住几天了 对吧这种感情就是当时我就瞬间就懂了 很多的一些患者他们所讲的一些信息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 也是想要再次去强调说 不管我们觉得说我们多么的呃 站在患者角度去思考 实际上我们如果不生病 如果说不需要这个服务的话 我们还是不太懂的 而且我们也是呃经历了这个过程之后 我们才知道可能我们平时所想象的 他们的这种这种疼痛可能还不到十分之一 所以的话呢我们也是因为在去年的时候 得到了代表梦想基金会 以及说是韩国为爱学会 中国科学协会 以及说是呃这个日本的这样的一个科学会 等等的一些支持的话呢 我们也是非常成功的举办了这样子的一个国际的一个 也都在线上不断的支持我们这次的一个活动 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 肿瘤内科肿瘤外科等等的很多的一些专家 实际上也都都在我们这次会议当中的话 给予我们很多的贡献 所以呢我们 嗯就是今天这样子的一个主题语言为英文的 这样子的一个会议的话呢 也会同时被传译成四种其他的语言 向我们全球的这些这些观众来进行直播 所以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实际上这是截止到现在为止的 我们的一个注册的观众人数 我们可以看到说中国的话 现在是有五百七十七位注册的观众 然后还有来自于韩国的两百七十九位等等 实际上的话 呃中国的话我也是 呃就是较为了解的 因为中国的话在每年也有 就是非常多的一些新诊断的胃癌患者 因为他们的一个人口基数是很大的 就为理解 那我们来看一下韩国这边是一个二百七十九名 我们的一个注册的观众 有可以看到日本是八十八位 然后有六十七位观众是来自美国 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菲律宾 还有蒙古国是有三十三位这个注册的这个观众 那实际上的话呢 韩国应该说是为啊相对来说的话是排名第一的这样子的一个国家 那排第二的话就是我们的蒙古国 那同时我们这边还可以看到其他的很多很多不同国家的是来自于说全世界各地的这些观众 实际上都非常的支持我们这次的活动 那同时我们也有非常多的一些我们这次活动的一些支持方 也是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进行说这一次活动的一个支持 所以呢也是特别感谢他们的一个支持 那同时呢我们也是和这个代表目想基金呢也是共同组织了很多的一些研讨会啊 一些培训项目啊一些工作坊啊等等的 特别说是我们可以看到CEO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代表目想基金会的CEO Andrea Edelman 嗯他自己所所主导的很多的一些患者患者讨论会啊等等 他自己都是非常的身体力行的去参加这些活动的 而且我们今年的话的确也是有很多的一些活动 他今年呢也是从佛里达飞到了首尔来做这个项目 这个飞行可能要超过14个小时了 因为的因为我们嗯就是有各种这种不同的出行的一些一些情况和一些限制吧 所以的话他也会在整个的旅途当中也是比较疲惫也是比较辛苦的 但是他还是非常非常的热情去做这个这个项目 同时呢他也是非常的坚持一定要飞到首尔来跟我们共同来做这个项目 所以我也是特别特别的感激他 而且呢我也是想要来邀请一下Andrea来给我们这次活动做一个欢迎致辞 好的非常感谢梁理事长的一个介绍 实际上我们也是非常的荣幸可以今天以一个线下的形式来跟大家见面 同时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这个韩国胃癌学会作为第二年和我们合作 去真正的关注到我们的一个胃癌的这个患者的人群 那同时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中国抗癌学会日本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抗癌学会 以及说是比利时日本意大利澳大利亚以及说加拿大的这些不同的机构对我们的一个支持 同时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首尔大学医院的一个这个患友会 所以呢我也是想要就是非常的感谢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理事长可以让我们这次会议得到第二届的一个举办 所以特别特别感谢梁理事长 也是很遗憾啊 今天的话像您只能在线上去接受这个荣誉了啊 是的是的我非常非常荣幸我也觉得特别的高兴的 尽管说是线上的话我也是非常的高兴 而且我也觉得说我们就是在整个的一个韩国癌症协会的话也会不以利的去继续支持这个活动的 嗯非常非常感谢的确就是因为您的一个帮助和一个支持的话我们这个活动也是非常的成功的 也特别的感谢我们所有的观众和我们的这些支持者 这边呢也有一个视频想跟大家来更多的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些使命和一些想法好吗 这边是一个视频 我是Debbie Zellman 我是这个代表梦想基金会的创始人以及说是前任主席 那今天为什么我会在这边呢 因为我在40岁的时候呢也是被诊断出了四期一个晚期的一个不可治愈的这个这个胃癌 那实际上我自己的话是是没有任何的这些这些风险因素的那也没有想过说自己会得这个疾病那实际上我们也都知道四期的一个胃癌患者的话可能五年生存率只有4% 当时医生也告诉我说可能只能活几周的时间了所以我就开始接受了治疗 很幸运的是我对治疗的反应还是很好的那我和我儿子也是商量想要为其他的患者呢去打开一扇窗户 或者说是去有更多的一些机会那我也是创立了代表梦想基金会他的一个大目的就是为了要去治愈胃癌 并且呢去帮助很多对于化疗药物应答并不是很好的患者告诉他们我自己接受化疗的一些经验 以及说我们这个方案可能已经30年都没有更新了 医生呢给我做了一个内境检查 然后也是发现说在这个卫食馆交界处有一个肿瘤正在出血 而且还是比较大量的一个出血 所以当时我的症状就是由于大量出血所导致的 我的身体也是有一个每况愈下的情况 在我33岁生日的前一天我接到了医生的电话 他告诉我说说我得癌症了 我实际上身体感觉还是蛮好的 只是检查出说有一些出血 所以我带着我的儿子六岁去了医生的这个诊室 他当时呢 就当我到那的时候呢 医生就跟我说 说这个结果还没有出来 就是说那等出来之后的话再给你打电话吧 那我想说那好吧那也可能没什么 那可能医生肯定就知道了 但他可能不想说当我儿子的面告诉我这个消息而已 癌症实际上也是带走了我能有个孩子的这个可能性 为什么我要把这个孩子去带到这个世界上 那如果我没有保就是说是没有办法去保证说我可以陪伴他们呢 感觉就像说这每一天就是都像是我们生命的的就是它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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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点 那实际上我们的一个生活方式也都是改变了 以前我一直以为说我自己是可以很健康就是很长寿的 但是看着孩子去长大的话我觉得这才是生命应该有的样子 但是现在都改变了 癌症也是夺走了我妻子的生命 21年了也夺走了我孩子深爱的母亲 这份空白是永远没有办法去弥补的 癌症呢不分人不分年龄不分教育水平也不分家庭的经济状况不分职业 不分智商有多高也不管说你家里是不是有一些很年幼的孩子 或者说你的爱人非常依赖你的一些照顾 他只管说去侵袭患者的一个身体 他也会就为了自己的生存不择手段 那我们需要像这样子的一个代表梦想基金会 致力于说抗击其他的癌症的基金会通力的合作 坚持不懈才能够提升我们公众的一个意识 我们要提升意识呼吁更多的科学研究 那我们的这些不同的这样的一些退伍老兵的话 他们也是在海外去为了国家而战 但是可能回来之后就发现说他们有胃癌 那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提升公众意识 资助科学研究呼吁加大我们的科研投入教育和支持患者家属 和我们的不同的医疗人士 那我们的代表梦想基金会是美国在胃癌领域最高效的倡导组织 他们的官网实际上信息非常非常的丰富 为所有的胃癌患者设计 无论说是刚诊断的患者 还是说正在抗击癌症的患者 都可以登陆网站查看所需要的信息和资源 我认为在接下来的十年 我们必须得要给予一些罕见的癌症更多的关注 就各类癌症的一些科研经费而言的话 实际上就胃癌这一部分的话 他的一个排名是到处第二的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 就是很难以接受 我是Zack 我是就是这个基金会创始人的儿子 那也是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基金会的支持 我们一定会继续致力于说抗击卫啊 找到治愈的两方 重要的是我们要勇往直前更加的努力 然后这也是实际上这个的话 也是我母亲所希望的 然后也非常的感谢大家所付出的一个时间经历 慷慨捐赠 以及说是对于这些资源的支持 谢谢大家的支持 那希望可以让我们可以继续同胃癌作斗 我相信有一天我们可以治愈这个疾病 谢谢大家 刚刚对于我们视频的一个观看 那现在呢我们也是想要给大家做一个演讲 主要是关于说我们的基金会所可以为我们这个人群提供的一些服务和资源 那大家可能刚刚上线 我是Andrea 我是这个代表梦想基金会的CEO 实际上我们的使命呢是可以提高人们对于胃癌的认识 为研究呢提供资金 并且呢在我们国际范围内为患者 护理人员和这个家庭提供教育和支持 我们的最终目标就是使胃癌的治愈成为现实 22年的时候我们也是宣布承诺了一个额外提供25万美元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研究资助 那我们迄今为止的话 总承诺资助额已经达到了145万的美元 那我们DDF的话也是和美国的癌症研究协会合作 为胃癌的一些基础转化和这些临床的这些 这样的一些研究呢去提供资助 那今天呢我也会向您简要的介绍这些科研项目 以及说是我们的患者社区提供的一些免费资源 我们有一些患者的一些资源和一些教育的项目 同时我们也会有一些线下线上的一些研讨会和一些营养教育的计划 那我们的这个患者资源和教育项目是我们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 它秉承了基金会的使命为我们的这些这些患者社群呢提供国际的教育和支持 那我们的项目也包括说指导宣传和外展 同时也有一些远程支持小组 以及说是我们的一些梦想创造者奇迹的一个基金支持 以及说是一些临床实验匹配服务和一些在线的一些支持社区 那作为项目的一部分我们也通过最先进的导师匹配平台 由执照临床医生去主导我们的阅读支持小组 以及说呢我们的一些患者的一个讨论社区 那同时呢将那些在被诊断为胃癌之后感到很孤独的人群呢 去进行一个互联互通 那我们今年的话呢是在2月9号的时候启动了我们的系 这个系列的研讨会 那NIH的这个就是有一位David's博士呢 也是主持了我们的线上活动 然后这活动呢也是介绍了我们在胃癌领域治疗的一些最新的研究的进展 今年呢我们也是和我们的KCA合作举办了我们第二届的这个研讨会 并且呢在我们8月份的时候还有一场研讨会 那我们的一个22年的一些网络研讨会系当中呢 我们与与专家合作覆盖各种主题的一些讨论 包括说探索治愈胃癌的可能性 以及说针对胃癌患者的一些免疫疗法和其他的一些法相疗法 那本月呃就是在月底的时候 我们也会分享一些胃癌手术的最新进展 大家也都可以去到我们的网站去看到我们的一个DDF讲座库当中 去了解我们即将举行或者说是过去所举办的一些研讨会的信息 那我们的营养项目呢 旨在通过提供简化的答案来为患者复权 帮助他们在被诊断之后 以及说是进行了胃切除术之后保持适当的营养 那以及说是爱美提名的主持 Nathan和这个和这个临床肿瘤学影响 呃这样的一些营养师 Brown的话共同领导了今年的现场烹饪示范活动 也是为呃这些患者去准备了非常可口的菜肴 在我们的这个疫情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也是启动了疫情资源和支持项目 通过了Insta去通过了InstaCart 去举办了一些教育网络研讨会 提供了一些免费的疫情工具包和送餐服务 并在我们Facebook Live上面呢 推出了身心精神以及说是心理健康系列的活动 那我们在去年的话呢 也是和这个CancerCare去合作 推出了首条热线帮助患者解决财务情感 和一些实际的需求 我们的项目内容呢 也都通过我们的一些科学医学顾问委员会的审查 此外呢我们的这些会员的话 在每年也都会举办各类的教育网络的研讨会 所以都大家也都可以在这些各大的社交媒体上面找到我们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对于我们这部分介绍的一个聆听呢 如果说是想注册我们的课程的话呢 也都可以登陆我们的网站 3w.debbiesdrem.org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理事长 非常 非常感谢CEO女士 那我们今天呢就可以开始议题一 议题一呢我们的主题是该如何选择最佳的手术治疗方式 是使用 是使用机器人手术呢 还是使用其他的一些微畅手术的方式 比如说是腹腔镜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部分的这个主讲人 以及说是我们这一部分的主持人 那我们的主持人呢就包括了我们的梁汉光理事长 还有我们的小四泰宏理事长 他是来自于我们的日本胃癌学会 他是这个学会的监事 以及说是前理事长 同时我们还有季家福理事长 是来自于我们中国抗癌协会 好的 那就正如刚刚我们主持人所介绍的 我们这一部分的议题呢 是要关注于该如何选择最佳的手术治疗方式 我们这一部分呢 同时也安排了患者及患者家属的一个讨论 那我也是特别希望说 可以通过这一环节的特别安排呢 可以让我们在全球的这些这些患者 以及说是这些不同的家属呢 可以进行一个互联互通 那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我们第一个议题 讲到的是我们的手术治疗 我们第二个议题呢 讲到的是我们的化疗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啊 治疗方式 所以呢 我也是想要把话筒交给我们 还有两位主持人 来 就是来介绍我们的主讲人 那我也想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我们这部分的讨论嘉宾是有这个 Paul教授 他是来自于国际胃癌学会 他是这个学会的会长 同时呢 他就是还有我们的这个乌哥理事长 他是来自于欧洲外科种留学会 然后还有徐泽宽老师 他是来自于我们中国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徐教授 那同时呢 我们还有巴德维尔教授 他是来自美国的MD安德森癌症中心 实际上呢 我们这些专家都是在全球都非常有名的 对于我们这一部分胃癌治疗的专家 同时呢我们也邀请了两位患者及家属 一位呢是来自于美国 一位呢是来自于韩国 之后也会跟大家来进行这个分享 好的 那我们这边是不是可以要求我们 就是邀请我们的小四太宏理事长 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主讲人 好的 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主讲人 我们的主讲人是韩向旭理事长 他是来自于韩国胃癌学会 今天呢 他的演讲课题 是关于这个早期的胃癌 然后他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说 尤其是关注于是我们的一些机器人手术 好的 那请开始吧 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 我是Sukin Han 来自韩国亚洲大学 非常荣幸能够应邀参加 2022年国际胃癌教育专题研讨会 这次研讨会呢 是由美国的代币梦想基金会 和韩国外学会共同主办的 韩国癌症学会共同主办的 今天呢 想跟大家分享一例 行机器人远端胃癌切除术的早期胃癌病例 大家知道啊 东亚地区是全世界胃癌流行率最高的地区 在整个东亚来说呢 韩国2018年报告的胃癌发病率是最高的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是这样 都是最高的 首先想和大家介绍一下 韩国胃癌的基本情况 在韩国来说呢 胃癌是最常见的癌症 也是癌症死亡的第四大常见原因 早期胃癌的进展率 大家也可以看到是从1995年的百分之二十八点六 上升到了2019年的百分之六十三点六 早期胃癌的管理范式 可以说在这期间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尤其是在微创手术方面 当然也包括抚腔镜手术和机器人手术 这方面的应用率已经从2004年的百分之六点六 上升到了2019年的百分之七十二点四 胃癌切除术之后 最常见的一个吻合重建方式 就是Beroth-2 其次是Beroth-1 还有Ruton-Y就是RY方式 一共是三种 众所周知啊 手术是最重要的治疗方法 是可以治愈癌症的 切除原发肿瘤 加上淋巴结清扫呢 对于实现R0切除是非常重要的 这就意味着我们把肿瘤切干净了 达到R0的话 术后的吻合重建 对于患者的生活质量也至关重要 开放式的胃切除术呢 它的历史已经有一个多世纪了 一百多年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 在胃癌治愈方面 开放式的胃切除术仍然处于核心地位 但是开放性手术 手术的应激性比较大 表现在失血量大 伤口的并发症 发生率高 术后的疼痛也更加严重 另一方面呢 腹腔镜手术 可以让外科医生呢 能够评估腹腔内的情况 而又没有必要在患者的皮肤上 切一个很大的切口 所以呢 腹腔镜手术相较于开放式的 这种开服手术来说 手术的应激性比较低 它的优势包括失血量更低 伤口并发症出现率更低 术后的疼痛也更轻 另一种微创手术的方式呢 就是机器人手术 在2000年开头出头的时候 21世纪之初 韩国呢 引入了达芬奇的系统 用于胃癌的手术治疗 这样的一些高薪技术啊 包括达芬奇系统在内 还有其他的机器人系统 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的优势 包括给外科医生提供一个3D的成像 以及更加灵活的手臂 那在韩国机器人手术的应用率 现在也是越来越高 这个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讲的 演讲的内容 一共是有5点 第一是病例介绍 今天想分享的病例呢 是一名在今年接受了机器人 歪切除术的患者 患者男性 64岁 是愿外转转来的 他常规做内静的时候 发现了胃癌的病造 这个肿瘤是在胃痘中部 胃大弯这一侧 它是早期的胃癌 2A加2C型 也就是前表凹陷型的 中心略高的这种病变 寝急的深度在TB 也就是寝急到了黏膜下层 所以基于CT 抚盆腔的CT 然后有胃大弯的这个 胃壁增后 所以考虑的TNM分期是 TBN0M0 我们为这个患者选择的 手术方案是远端切除术 因为肿瘤所在部位的关系 在手术之后呢 我做的是 B-Roth1式的吻合重建 选择这种术式 也是为了给患者建立正常的 食物消化通道 那现在呢 我给大家来看一个比较短的视频 展示一下 机器人远端切除术 加上B-1式的重建术 是怎么做的 零八节清扫之后 离断了12指长 然后我们用线性的吻合器 进行了位的离断 实际上也可以看到 我们是需要两个线性吻合器 来进行位的离断 接下来呢 我们来到了 十二指长的幽门部 准备做位十二指长的切除 我们在 位大湾的这个地方 又做了一个灶口 然后机器进去 检查了位的内腔情况 接着我们把这个线性吻合器 放到了位里面 然后一直带到十二指长 然后做十二指长切除 我们激发了这吻合器 在这个病例当中 做手术 我们用的是一个SYS2机器人系统 后来进行了灶口的缝合 就像这样 然后需要另外一个吻合器 来进行完整的缝合 机器人的手术操作很简单 也很安全 就像这样 然后激发吻合器 直血 最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位十二指长切除 做的也是很漂亮的手术 患者康复比较好 也没有出现病发症 所以呢 他术后六天就出院了 我们看病例回报的结果 是一个中分化的管状腺癌 是一个2C型的早期胃癌 中央手溃疡的 肿瘤的大小是两个厘米 倾润的深度是倾急到了 黏膜下 我们发现在27个区 淋巴结站点都是没有转移到的 第二点呢 我想讲一讲 内进切除术和开放式手术的对比 幻灯片上的表格显示的是 日本和韩国内进黏膜下玻璃树 ESD的适应针 对于分化比较好 又没有溃疡造的这部分患者 无论肿瘤的大小 都是符合ESD的指针的 对于有溃疡的患者呢 如果是小于三个厘米的话 也是可以做内进黏膜下的玻璃树的 但对于分化不太好的 分化不良的 这部分肿瘤来说 如果是小于两个厘米 而且没有溃疡的话 也可以推荐做ESD ESD的适应针是黏膜的胃癌 因为我的这个病例 癌症已经倾急了黏膜下 所以我们做的是胃切除术 而没有选择ESD 根据日本的胃癌诊疗指南 对于T1B级的肿瘤 推荐的是胃切除术 加第一或者第一加级别的 淋巴结清扫 这个是韩国的指南2018版本 根据这个指南呢 对于T1B级的肿瘤 也是推荐手术 那接下来我来讲讲 微创手术 包括腐腔镜 还有机器人手术 大家也可以看到 腐腔镜手术 是治疗早期胃癌 可以选择的疗法之一 这是日本的JGCA指南 所推荐的 但是韩国的指南呢 是强烈推荐腐腔镜手术 治疗早期胃癌的 为什么呢 因为腐腔镜手术 术后恢复更加快 并发症发生率也比较低 生活质量也更好 远期生存呢 这两者是没有差别的 腐腔镜手术和 这个其他的都是可以比的 这也是经过了韩国的 克拉斯湾研究 和其他很多临床实验 都证实的一点 接下来讲一讲 机器人手术 这是一个回顾性的研究 机器人手术呢 他未切除术之后 失血量更少 获取的淋巴结束量更多 是跟传统的腐腔镜 未来切除术相比 而且呢 两种方法 远期的肿瘤学结局 是可比相似的 所以基于这些数据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机器人的未切除术 可行安全 而且容易学会 但是从患者的角度来讲 机器人手术 与传统的腐腔镜手术相比呢 没有体现出明显的 一个优效性 在我们中心 我们医院 我们做了这一项研究 比较了机器人手术 和腐腔镜手术的 胃癌切除的效果 做了倾向得分的加权分析 如图所示呢 大家可以看到 机器人手术 失血量更少 获取的淋巴结数量更多 这里面呢 就包括了以上的淋巴结 而且远期的生存 两者是没有差异的 所以我个人 更倾向于做机器人手术 如果是和腐腔镜相比的话 我个人倾向于机器人手术 那机器人手术有哪些优势呢 包括有3D的手术事业 也可以给到外科医生 而且它是一个关节型的 灵活的手腕 有稳定的摄像头 可以给我们提供 荧光的显像 这些都是 机器人手术独有的优势 所以在我看来呢 机器人手术 它的学习曲线更短 能获得更多的淋巴结 术后的并发症也更少 生存结局 也是和其他的术师是相当的 是可比的 这就是我的结论 机器人手术能给患者带来获益 谢谢大家的聆听 感谢 谢谢 非常感谢 韩教授 我们进入到下一个环节之前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 那您的中心一般是什么样的患者 来做机器人手术呢 非常感谢您的一个提问 在我们的医院来说呢 1,2级的 也就是30%来说 30%是机器人 然后70%是浮腔镜 就是这样 它们是2比1的概率 所以您推荐 机器人手术 但是在您的一个中心 只有30%呢 是吗 所以我们会之后再进行讨论吧 那Professor Yang 那您有什么推荐呢 我们还有40分钟 我们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 Vivian博士 会给我们进行presentation 那我们先进行第二个讲者的演讲 再进行QA 怎么样呢 好的 没问题 因为今天的会议呢 我们是在演讲之后呢 我们没有其他的活动 所以您决定 也可以 因为韩医生呢 他的病例是讲手术的 尤其是他推荐机器人手术 所以我们的听众 可能会比较的感兴趣 那机器人到底是不是更优呢 还是否相近更优呢 所以我们可以讨论 10分钟的时间 10分钟之后 我们可以来到Vivian博士的演讲 Hudra教授 我想来问一下一个问题 有可能不同的国家 有不同的一个做法吧 那在您看来 您个人觉得 你可能跟韩教授一样吧 就他我们或许更多零八节 是更好的吗 这个结论是不是一致的呢 这是Paul Mansfield教授 您是怎么看 来自于美国的看法 好的 首先非常感谢主办方 对我的邀请 感谢Devi梦想基金会 有这个机会 跟大家在一起 来进行一个讨论 在进行线上的讨论 我非常的高兴 我们之前也讨论 在国际的一些研讨会上 进行过讨论 那刚刚我们听到了很精彩的演讲 有一点呢 我自己心里也很纠结的一点呢 就是我们 当然技术非常的精湛 然后还有很昂贵的一些技术 都不断地涌现出来 但是我们的应用率怎么样呢 是不是可及呢 是不是所有的患者都能用呢 我们有数百万的患者 实际上很多患者 都是需要这样的照护和护理的 所以我们的技术这么高 尽间 包括像开服术和机器人手术相比 他们其实有很多的不同 我们确实看到 两组之间可能会有统计学上的差异 包括能不能有失学量的差异 还有临床获取的意义 但统计学差异 是不是就是等于临床意义呢 我觉得需要思考 有时候机器人手术确实好 但是也很好资源 对吧 我们怎么样去平衡 要获取好的临床结局 还要平衡成本的问题 有时候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 临床结局还有成本 好的 感谢 居教父 那中国的观点是怎么样呢 徐教授 中国医生是怎么选择机器人手术的呢 请点开您的这个麦克风 谢谢 谢谢徐教授 我非常的荣幸能够今天开会 来感谢代表梦想基金会和韩国癌症学会对我的邀请 来今天参会参加今天的一个线上研讨 我非常的去 非常同意啊 帕尔教授的看法 无论机器人手术还是开服手术 还是抚强镜手术 还是就零八节的获取零八节的清扫的话 其实还是取决于病理科和手术医生 他们影响也很大 微创手术呢 尤其是对于早期的胃癌患者来说 还有可能包括 Evian Strong教授 可能之后也会给我们介绍 我们可以在术前做新辅助 降期之后 这样的患者都可以从微创手术当中获益 在中国是这样的情况 微创的手术 是我们只做早期的胃癌患者 或者是降期的患者 而且在中国在我们中心 我们尝试的就是说 看一下患者他的肿瘤 如果能做术前新辅助 做一个缩瘤的话 再做手术 对于他们的其他结局 生活质量都是更有帮助的 科德尔教授 您请继续 我觉得Musfield教授好像举手了 您是有提问吗 我想就是接着讨论 上个问题 其实不仅仅是关于微创手术 我们必须还要去看到 所有的一个E-RAS 还有患者术后管理的一个问题 然后去增强他们的一个生存 尤其是开服这部分患者 我们要看一个整体 有一个全局观 是的 不仅仅要关注于手术本身 那基于我们的一个经验呢 我们会做一个匹配 包括全切呀 半切 开放性手术跟基性手术相比 我们在零八节获取的霉数上没有区别 病发症也没有区别 所以就我们跟患者沟通的时候 也跟他们说 辅腔镜跟机器人手术没有什么差异 那这样来说 患者会去选择开服 会去选择 辅腔镜 所以在现在来讲 即便我们有一些超深的手术 包括有一些超深的探针技术等等 我不知道 是不是 也有区别吧 我们还没有做这方面的数据 它会取决其他医院的一个报告来说 那没有什么区别吧 我自己认为 我觉得跟患者沟通的信息是 如果我们二十年前有达芬奇 我们可能 我们可能就是开服 直接就到达芬奇了 但是我们没有 我们中间经历了辅腔镜的一个发展历史 而我们在医学院接受培训的时候 二十年前的时候 我们也是接受辅腔镜的一个学习的 所以医生 这就是为什么 比较少的医生选择机器人手术 因为我自己如果开服也做得很好 辅腔镜也做得很好 我为什么还要去学一个新的术师 对吧 正如这个季教授所说 这其他结局没有什么区别呀 确实也是 机器人手术的问题就是它很贵 现在的成本还没有降下来 在未来 在不远的未来 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竞争对手啊 他们能够生产更多的机器人 可能它的成本就会下了 所以可能五年后 十年后 我们机器人手术的应用率就上去了 但现在没有很长的证据告诉我们要这么做 而且它又贵 所以这就是问题 但另一方面来说呢 机器人手术可以去 加长 加延长外科医生的寿命吧 因为它压力没有那么大 嗯 可能Strong教授也会同意我的观点 那要不 我们接下来请Strong教授接着第二方面 第二part的演讲怎么样 我看到他也上线了 好的 我同意 基嘉福教授 您怎么看 我们能不能 请主持接下来的环节 好的 接下来的讲者是Vivian Strong教授 他是 斯隆凯瑞纪念医院的肿瘤外科医生 然后他也是来自于那个康奈尔大学医学院的 是毕业于这个大学的 接下来呢 他会给我们接下来的演讲 好的 那请您开始您的演讲 好的 大家 上午好 我是Vivian Strong 我是一名肿瘤外科医生 主要呢 是专注于说胃癌的领域 然后我是来自于纪念斯隆凯瑟琳癌症中心 那非常感谢代表梦想基金会 以及我们的韩国抗癌协会 来邀请我参与此次的一个国际胃癌教育专题研讨会 今天呢 我主要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机器人全未切除术后的一个化疗病例 那在我今天开始演讲之前 想跟大家先指出 实际上胃癌是会影响到全人群的 无论说是男是女 是老是少 还是说它会覆盖到所有的民族和族裔 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是所有 是说死于胃癌的这些名人 那我们也都知道说在全球范围内的话呢 像胃癌的一个疾病负担是比较 比较重的在每年会有100万的新病例 它也是排名第五位的最常见的癌症的种类 也是致死排第三的癌症种类 基本这边说是在全球各地的一个胃癌的一个发病率都不太一样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亚洲东欧以及美洲的部分的话呢 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美国确实这也是一个问题 提发病率也在增加 不仅仅是在美国 在别的地方也是这样的 我们这张图上也可以看到在美国的一个 胃癌病例是持续增长的一个趋势 另外的话在韩国和日本也是这样子的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在美国的一个病例增长的实际上主要是来自于40岁以下的人群 那也可以看到它的一个非奔门部的一个这个胃癌的话在77年到06年期间增长了70% 导致的原因还是不太清楚的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说实际上像胃癌的话也有很多的一些危险因素 比如说是有一些遗传的因素啊 或者说是一些基因的突变啊 使大家可能会更早期的暴露在进展为这些类型的不同类型的一些胃癌的风险当中 比如说是有一些遗传性的弥漫性的胃炎啊 有一些灵奇综合症啊等等 还有一些感染的因素 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油门螺旋感菌 还有我们的异病毒还有其他的 那当然还有一些环境的因素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今天要讲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个病例啊 这是一位61岁的一位男性患者 他在服用阿派沙班这个埃勒陀 他是一种血液吸食剂 然后导致了他咳嗽的时候带血 之后呢患者也是立即安排了住院 这个患者的确也有其他的一些疾病 他有一些防颤有一些心脏疾病 这就是为什么说他要用这个血液吸食剂嘛 然后他还有高血压 有这个哮喘 然后还有一些高质血症 他每年要抽30包烟 也有一些饮酒史 同时他也有一些家族的癌症史 那在入院之后呢 也是给他做了一个内进 然后通过内进呢 也是显示了他为什么会咳嗽带血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他的一个胃食管节和下方的一个两厘米处有一个带溃疡的肿瘤很清晰 那当我们在做诊断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做呢 我们一般的话呢 都是用内进 就是把这个观测仪器插入到我们的胃里面 就像这样子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患者这边就是一个肿瘤是在他的一个胃的上部是一个有溃疡的病灶 那有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超生内进来诊断这个器械实际上和我们未进的一个器械是非常类似的 只不过他的这个探头是一个超生探头 那也可以看呃就就可以让我们看到更多的信息 比如说他可以来去判断说他是一个早期中期还是一个晚期的胃癌 那这个患者的话我们给他做的是一个超生内进 确定他是一个中期的胃癌 我们同时也给他做了一个开子扫描 获得了其他的信息 我们的患者会做一些胸部腹部和一个盆腔的一个卡斯干 那如果说是在开子扫描上面看到有肿瘤的话呢 比如说看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淋巴结 我们就知道这个已经不是一个早期的一个情况了 就就像这个患者一样 他实际上已经到中期了 除此之外呢 尤其说是在美国 我们也会给患者做这个派子派子斯干 然后也是可以亲戚的看到肿瘤的情况 以及说是在别的地方有没有转移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患者呢 他在他的这个胃上方的一个高亮区 就是他的一个病灶所在 那很幸运的就是其他地方还没有转移 那派子扫描呢 还是很有用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是另外的一个患者的片子 很不幸他的一个病灶的话呢 已经出现了一些转移了 转移到了他的一个胸壁 还有转移到了他的这个肝脏的部分 我们在这边看还是蛮清楚的 这个很重要 因为呢可以告诉我们如何进行分期 然后分期之后的话 应该如何来选择最佳的治疗途径 所以我们诊断这个患者是这个中期胃癌 他的CT和PET都没有异常 那他就说啊那我可以直接开始 开始做治疗了 那事实上他可以了吗 实际上的话 我们做胃癌的分期还不是那么简单的 而且也是有必要的 是需要去做一些其他的一些诊断和一些检测 这患者呢我们做了一个诊断性的浮腔镜 那为什么呢 首先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诊断性浮腔镜的话呢 它是一个日间手术 当天就可以回家 那它可以给我们提供很重要的信息 它不仅仅是多做一个检查而已 它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进行临床的分期 这是一个例子 这个的话实际上不是我刚刚讲的这个患者啊 是是另外的一个患者 这个患者就比较不幸了 他的PET和CAT呢都没有问题 都很正常 但是当我们惯例做这个诊断性浮腔镜的时候 我们发现了这些小石子样的结节 是在他的一个抚膜 还有一些韧带的部位有这些结节 就是这边 实际上我们这个的话 在他的PETCAT上面都是没有看到的 这已经是一个四气的情况了 正如很多的一些研究也已经表明 如果说当我们在这个抚腔周围看到肿瘤细胞 这是胃部啊 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是这个抚腔 如果说是在抚腔看到有一些胃癌细胞的话 那对于这类的患者 他们的预后是比较差的 他们的生存率也会比较低 那这类患者的一个特点 那基本上就是和一些晚期的这些患者差不多了 化疗基本上也就是他们可以做的了 也不能做手术 那如果说是是没有看到这种情况的话呢 他们可能预后会相对好一点 刚刚也讲到了我们的细胞血检查阳性 如果说是在我们腹腔当中的细胞血检测是阳性的话 就可以看到这种特点 那就会定义为说是M1或者说是4期的这个胃癌 那根据说在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AJCC的分级规定的话呢 我们就看到这是是这样子来进行规定的 那比较幸运的就是我的这个患者 他所有的检查都是阴性的 然后我们也做了诊断性的腐腔镜 发现他的一个癌细胞细胞血的结果都是阴性的 所以他还在中期 也就是说他的这个胃癌还是可以治愈的 还有一点我们要做的就是做这个免疫生化检查 或说是一些比较特定的生物标志物的检查 去看一下患者有没有和肿瘤相关的化合物 或者说是特征 不仅仅是诊断就是胃癌胃癌 但是有些时候可能会是一个DNA修复错配蛋白的胃癌 或者说是一个喝醋表达的胃癌 或者说是有这个PT-L1表达的这个胃癌 或者说是这样一些EB病毒的胃癌 那这四个生物标志物的话 也都是我们会去查的 如果说患者出现有这种DNA修复修复的问题 或者说是有高的一个PT-L1 叫那个PT-L1的一个表达 或者说他的一个EB病毒成阳性的话 我们就会看到可以给他做一些免疫治疗 如果说患者的一个喝醋阳性的话 可能做这个脱鱼单抗来治疗 那我这患者的话 因为他所有都是阴性的 所以说我们还是给他查了 就是以防万一 所以这个患者总在讲的话 就是中期 然后我们也做了很多检查来确定 对他来说最好的检查方案 都是很必要的检查 如果说患者的一个PT 和一个诊断性浮腔镜 结果都是阴性的话呢 那这个患者就可以做数前的化疗 那就是我们的一个新辅助的化疗 就是我们所给他选择的一个FLOP的方案 就是我们的双链伏定加上这样的一个亚液酸 加上奥沙利波和多西他赛 那如果说是高MSI类型的肿瘤 那就是我们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些 这样的一个微卫性高度不稳定的肿瘤 或者说他的一个DNA错不修复 这样的一个错不修复有问题的话呢 那这个患者就可以直接做切除 那我们这个患者呢 他的一个生活标志物都是成因性的 它是一个中期的近人性腺癌 那我们下部做什么呢 就是做新辅助化疗 那我们也是给他做了四个疗程的一个FLOP的 一个新辅助化疗 那为什么要就要选择先做这个这个化疗呢 因为如果说是中期肿瘤的患者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肿瘤 即便说他旁边的一些淋巴结是受累积的 我们还是可以手术的 我们可以先把这部分的胃切掉 对吧 但是问题就在于说中期胃癌的患者呢 他们有非常高的可能性 会出现一些微小的转移病灶 也就是这边的一些小红点所示的地方 可能会在我们全身其他的地方 都出现一些微小的转移 可能在我们的CatPad上面都是看不到的 但这些区域都很重要 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些新辅助化疗 就可以先把这些小病灶给他清掉 然后我们再做手术 这样就会更好 包括说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治疗的逻辑 那我们也有寻证医学的证据来支持这个逻辑 我们也都知道说对于中期的胃癌 来说的话的90%的复发 都是一个远端复发 也就是复发的位置都是距离位比较远的 基本上都在肺啊 肝啊或者说是在一些骨骼当中 那别的一些研究当中也可以看到这个结果 这是一个magic的一个临床实验室 06年的时候发表在新英格兰上面的一篇研究 他讲到的就是这个中期未来的患者 如果只做手术的话 他们的愈后是不如数前做新辅助的 大家也都可以看到数前做化疗的生存率上 有13%的获益就是就是会有更多的一个获益 那这么好的结果的话肯定要做嘛 对吧 那还有一个研究呢 是在19年的时候 发表在这个柳叶刀上的 然后他们也是研究了这个flot 也是证明说flot是一个很好的化疗的方案 在左边的一个化疗方案相比的话呢 实际上flot要更好的 也可以看到说flot它的一个曲线更高 然后生存率也会更好 那回到这个病例来看 这个患者呢 实际上对一个化疗的一个反应是比较好的 然后CT呢 看到就是也没有这些微小的病灶 所以他回来做手术 那做什么手术呢 我们也都聊到了 就是做这个机器人辅助的一个 为全切加上一个食道空肠重建 以及说第二级别的一个淋巴结清扫 很多时候的患者都会问我 说为什么要做一个全切啊 全切的话 我是不是还能健常 就是很很健康的去生活呢 实际上是可以的 我们都可以看到说实际上这个图片上面所有的人都是没有胃的 这是一篇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几年前发表的 这两位呢都是我的患者 是一对妇女 他的这个爸爸呢是有特殊的基因导致他有胃癌 他的女儿呢也是因为带有这个遗传基因嘛 所以呢一年之后呢也把胃切了 这个照片呢是在他女儿术后一年拍的 他们看上去都还是蛮不错的 女儿呢是是律师 然后然后他父亲的话是商人 在他们的胃切除五肿瘤之后的话 身体的呃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是非常好的 还有张图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是一群患者是五个兄弟姐妹 五个人都没有位 大家都可以看到说他们还是生活的还是蛮快乐的 我们确实也研究过是未切除的患者术后生活质量是如何的 这是我们的研究是我们纪念斯隆凯瑟琳做的 我们一共呢是有41名患者入组研究 他们术后体重减轻的情况 这个图上也可以看到 这受试者的一个术前体重和BMI 以及说术后六个月的一个BMI和体重 我们也是比较比较了他们的一个术前和术后的体重和BMI 基本上所有的患者的体重我们都可以看到维持在正常的水平 非常非常少的患者出现了一个体重过轻的情况 但是大部分的受试者的体重管理呢还是比较正常的 术后的一个六个月的一个维持的话呢都很好 其实上呢有85%的患者觉得他们的结局和自己预期的一样好 或者说是比预期的还要更好 40%的患者报告说有一些饮食上的调整 但是所有的患者做完手术之后呢都回去工作了 都是做全职工作 那机器人的一个全切是怎么做的呢 如果说患者是在他的一个胃上部有肿瘤的话 基本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常规数 是全切加上一个root wide的一个食管控肠重建 旁边的淋巴结呢也会进行清扫 因为肿瘤是可以通过淋巴结在他的一个周围 或者说是远边进行转移的 患者也问我说什么是淋巴结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几周前我的一台手术上面拍摄的照片 这是胃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操作臂手术刀靠近着这个 颜色比较深的这个部位 这个就是淋巴结 这里有个淋巴结 这里也有一个淋巴结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好几个 这里还有一个 这些呢都是这个中期胃癌阶段 肿瘤会最先进行转移的淋巴结 那机器人手术的话呢 我觉得我们已经有很丰富的经验了 特别说是在做微创这方面 我们的第一列腹腔镜呢 也是在94年的时候 由一位日本教授福永哲教授所做的腹腔镜胃癌切除术 之后呢有一些小规模的临床实验在意大利和韩国开展 比较了开腹和机器人发现结局也差不多的 之后呢我们也是有了较大型的临床研究 这个是韩国这个是日本的 结果呢也是表明说在早期的这些患者当中的话 机器人和腹腔镜的结局也是差不多的 那对中期怎么样呢 有四个随机前瞻性的研究 每一个研究都入组了超过1000名患者随机的分成开腹和腹腔镜 两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来自中国的 这个是日本韩国 然后还有一个荷兰的研究 所有的结果在我们肿瘤镜剂上面都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呢中期胃啊也可以做微创 生存和这个治愈的几率的话都是一样的 那机器人跟腹腔镜去进行比较的话呢 机器人实际上可能病发症会更少 然后淋巴结清扫的也会更彻底 然后也可以让患者更快的进入到术后的一个新辅助的 就是进入到一个术后的一个辅助化疗的阶段 在西方呢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机器人的经验还是蛮丰富的 这个文章也是我们中心发表的 比较了220名患者使用机器人手术的一个结局 那患者如果做新辅助化疗的话 我们是可以在之后做这个机器人的 对于那些种类比较大或说是超重比较多的患者的话呢 可能就比较适合做开腹 当然我们也是在另外一项研究当中 是入组的845名患者做了 看了他们的一个远期的一个结局 去对比开腹和微创发现说两组也是有比较相当的结果的 亚洲呢有一些大型的绥静研究也都证实了 这个这个微创和这个和这个机器人辅助的一个唾液 微创手术的话呢也可以减少住院时间 减少疼痛视血量减少 最重要的是患者也可以更快的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当中 这个呢也是我们作为外科医生的目标 我们也希望帮助患者可以重新回到他们自己的生活轨道 还有一些长期的获益 比如说是有些患者可能在宿中我们发现他还有别的问题 比如说是有这个蓝尾炎啊胆囊问题啊等等 那如果说时间手术的时间比较长的话 就会出现一些粘连的问题 那还有一些患者可能术后马上要去再接着做这个辅助化疗 那这部分患者如果说作微创的话呢 后续可能可以更快的接着做化疗 那我们中心的话也有一些研究表明说 在同一阶段的疾病来说的话 大部分的术前做化疗的患者之后都可以作微创 而且的话更多的患者都可以蓄罐上这个辅助化疗 包括说中国也有一个大型的随机临床实验也验证了我们的这个结果 患者可以更快的进入术后的辅助化疗 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始终在探索更好的冲建吻合的方式 除了全切之外的话还有其他的一些术式的 其中一个术式呢就是我们可以去建立一个胃囊 然后是用小肠来做的 那除了用胃空肠的重建 还有近端的一个胃切除术 比如说这个患者 他的一个肿瘤是在胃部偏上的部分 那他在过去的两到三年呢 韩国团队也在做研究探索近端的一个胃切除术 加上双通道吻合 那有一项随机前瞻线的人工研究呢 也在评估这种术式是否可以帮助患者提高生活质量 那通过这个术式 我们已经知道患者的一个贫血的发生率会更低 他也不用补充维生素的一个B12 然后生活质量也会更好 这就是我们可以提供给患者的更多的一些选择 更新的选择 那空肠兼治也是我们新探索的一个术式 把这个食管和胃的圆端连接在一起 我们要一就是一直不断的去去尝试保留更多的胃 那这个患者的话呢 是全切 然后他的这个切源是阴性的 然后他的这个肿瘤等级呢 从3A降到了1B 他的化疗治疗缓解率是50% 那降期是很重要的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说 这个患者从刚开始的时候 他三期 然后五年的生存率是54% 在这个降期之后 实际上他在术前生存率不如一期的好 但是术后的生存率有了很明显的一个改善 这个也是归功于化疗的 那术后三周患者呢 也是接受了更多疗程的这个这个化疗 然后的话呢 两年当中的话都没有复发的迹象 那我今天演讲的一个总结 就是我们知道对于中期的这个胃癌患者来说的话 尤其是在西方 化疗是安全的 也是可以改善生存期的 那这个腐墙进和机器人手术对于 对于这些患者的一个一个疗效 或者说是有效性的话 和这个和做这个这个这个 就是做开腹的话是一样的 那其他的一些会议 比如说生存质量的话也会比较好 哪怕说是做全切的话呢 也会有很好的一个资料 谢谢大家 好的 非常感谢Vivian给我们做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演讲 非常好的一个病例 然后也是讲到了心辅助化疗的一个意义 然后也是看到这个患者做了一个胃全切 然后他也是有很多的一个 就也要有很多的一个受益的 看看在大家这边有没有要点评的 或者说要提问的 这边梁理事长有没有要讲的 我觉得季教授啊 你应该要给其他专家更多机会来分享 或者说是来提问才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边啊 就还有我们的这个专家学上 他们昨天也是做过演讲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看说可能在亚洲的一些 心辅助化疗的一些应用是怎么样的呢 就像刚刚Vivian所讲到的这个Fraud方案 对于这种方案 比如说是在亚洲或者是在其他的地区的这些应用是怎么样的呢 特别说是尤其在日本啊 好的 实际上在亚洲来看的话呢 实际上胃癌 我们相对来说的话呢 也是希望说是可以早诊断早治疗 所以我们非常非常专注于说 尽可能早的就可以诊断出 说早期的胃癌的情况 就不会拖到很晚 然后就可能只能做化疗了 但是呢 我们的确也会看到说 在亚洲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诊断出来 就是晚期的患者 现在呢 我们也有越来越多的一些有效的方式 我们有很多的一些疗法 实际上 我们也是可以看到有很好的一些疗效 但是比如说是做了 做全切之后的话 实际上如果说给予一些同样的化疗方案的话 还是会考虑到它的一个毒性 可能说他们就需要更换方案 那在日本来说的话呢 我们目前还没有说足够的证据 来支持新辅助的这个 就是这个数前化疗这部分的一些证据和这个数据 不是说在日本的这些患者数前做化疗结果不好 而是说我们很多时候的话呢 也都是会发现实际上有很多的患者 可能他们都比较适合于说先开始手术 然后做一个辅助的化疗 而且呢 而且的话呢 日本的话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情况 就是他们的这样的一些肿瘤 可能情况比较特殊 然后可能我们是需要要就是去延期进行它的一个化疗的方案 我这边也想要做一些点评可以吗 嗯好的 请您 好的 首先呢 我也是 想要 先要特别感谢我们的主办方 可以邀请我来参加这一次的一个研讨会 而且我今天看到我们整个的一个专家阵容的话 也是非常非常的惊讶 我也觉得特别的荣幸可以成为我们专家团队之一 我觉得今天的话 刚刚Vivian的一个演讲的话呢 讲到了两点非常的关键 胃癌 我觉得 它在这些实体瘤当中 应该说是 应该说是最需要我们 多学科进行合作的一个种类了 我觉得 对于说数前的心腐术化疗来看的话 的确我们还要根据 非常就是个性化的 根据患者的一些情况 去制定他的一个治疗方案 这也是他刚刚也在 在在就是在讲的时候 所所提出的一点 比如说我们 可以根据欧洲的指南 去进行方案的 或者说是治疗方案的一个给予 但是的话呢 他刚刚也讲到了 同样的这些患者 他可能说有不同的一些情况 或者说是 或者说是我们可以看到 有些患者可能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病情可能看起来 是比较的严重 或者说他是一个 他的一个进展会比较快 但是的话呢 他可能对于一些治疗来说的话 缓解率也会比较的明显 那我觉得 新辅助新辅助化疗 对于这部分的患者来看的话呢 也是比较好的 因为就像他刚刚所说到的 可以在这部分中期的患者 或者说是有比较高的 转移造风险的这些患者 在数前就可以把这些微小的这些 病造清除掉这样的一个优势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那 我觉得 同时我们也是讲到了 很多的一些药物的治疗 比如说是 使用泡沫里珠丹抗 以及说其他的一些 一些药物的话 现在也都是我们在探讨的 一些药物治疗的方案 那讲到机器人治疗的话呢 手术的话呢 的确我们有很多的一些研究 也都看到了机器人手术的一些优势 但是在不同的地区的话 可能对于机器人手术的一个应用 的确是 就是是有很多的不同的 我们现在的话 比较提倡的就是小儿精 也就是说 我们不求做的量药 就是就是说室有多大 但是我们做的每一个病例 都是要经典的 都得是就是很经典的 好的 好的 感谢 好的 吉嘉福教授 因为刚刚的话 Vivian 也是讲到了一个双通道的一个吻合 那实际上 实际上的话呢 我们也都看到说 对于这个研究当中的话呢 我们也是有主要的研究者 今天也是在线上啊 就是跟我们 就是跟我们来进行讨论的 所以的话刚刚正好的话 Vivian 这时候也是引用了他的这个研究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由他来进行一个分享呢 好的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梁理事长 非常感谢Vivian教授的一个分享 我非常的享受你刚刚的这个分享啊 有很多的一些肛货和一些非常丰富的一些形象 然后将这些分享 刚刚你也讲到了我们的这个 这个腐腔镜 以及说是我们的机器人辅助手术的一些对比 同时呢 你也讲到了一些新的术实 刚刚就讲到了一个双通道的一个吻合 那实际上的话呢 我觉得 在我们的一个全切这部分的术实当中的话 的确它是有很多的一些优势的 而且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生活质量也会更好 比如说是一些生理的一些功能啊 或者说是其他的部分 而且的话呢 机器人手术的话呢 我们的这病发症也会更少 而且同时 也可以看到说 也可以看到说我们的这种不同的术实来看的话 他们的一个有效性也是非常类似的 所以我会觉得现在的话呢 我们这种术实 它的一个应用不是很多 可能对外科医生来说的话 他们还是会有一些自己的顾虑的 因为我们想要扩展一下 适应针吧 我们这种术实 那这种双轨的重建术呢 其实历史也蛮悠久了 在历史研发的进程也比较长 所以说 在韩国来说呢 我们的研究的结果表明有获益 那人呢 人群呢 双轨的使用 在日本怎么样 您是不是会在上三分之一的胃癌切除的话 您是做全切的话 还是做爽轨的一个重建呢 是的 全切和部分切除呢 在欧萨卡的大学 已经有了一些研究 我们现在也在研究当中 目前还没有数据 我们其实做的话 做部分切除的 比较少 双轨是比较流行的 它更简单 还有另一种重建术 就是胃空肠的一个吻合 它很难做 很复杂 然后去术后的并发症 也挺难预防的 然后它的一个术式操作的话 对于一生的挑战也比较的大 所以通常来讲呢 做双轨 它很流行 它做的比较多吧 比较简单 如果是部分切除的话 会接上这种重建的 一种术式 那对于患者来说呢 如果是一个远端的胃和食管进行连接 然后没有其他的一个问题的话 患者可能会有反流的问题 有时候很痛苦 有盐酸的侵蚀 所以这些患者 他们很痛苦的话 他们还要接受抗酸的治疗 现在的时间是49分 中国时间8点49分 那我们打开一个大讨论的环节 易教授下个环节 是我们接下来的主持人 那我们大概是再过10分钟的时间 我们会进入到再下一个议程 正如我所说呢 我们有一个患者的讨论环节 在这个患者当中呢 我们有来自韩国的一个患者 Messani患者 美国的一个患者 美国的这个患者 我非常的印象深 因为他是一个特别振奋人心的 一个讨论嘉宾了 所以话不多说 事不宜迟 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 进入讨论 然后他自己是一个肿瘤的医生 他在自己的患者群体当中 做了一个调查 调查了一些我们想提的问题 给各位专家 来进行下一步的讨论 好的 Miss Wang 王女士 您有问题吗 您的同事啊 还有您自己这边有什么问题吗 非常感谢杨医生 我今天啊 非常的高兴 能够参会 然后我也收集了 很多患者方面的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 一些外科的临床实验 我们能不能参加呢 安不安全啊 参加这样的外科手术的临床实验 那现在呢 即便是在我们对话 还有演讲当中 我们不断地听到证据 在临床实验的证据 因为临床实验 是我们提升我们这个领域 还有不断地提升 预后的一个方式 这是为什么我们来做 临床研究 在下一个环节 您可能会听到更多的临床实验 有新的化疗药物 那药物我们一定要去跟对照组 是跟现在的标准疗法进行比较的 看看有没有优效性 无论是晚期的癌症 还是手术的治疗一样的 比如说对于机器人手术 我们刚刚已经谈到的很多了 我们去看一下 是不是机器人手术更优啊 比我们的抚强镜更优 这些都是临床实验 要去证明的科学问题 那Paul教授 您他的问题就是 从患者的角度来讲 如果你参与临床实验的话 是安全的吗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每一个患者都要意识到 所有的临床实验研究呢 来在我们面前 他其实这个项目都是 有一些些激进的 那这一个团体不仅仅是 有医生护士患者 当然还有律师 我们临床研究的团队 是一个来自各行各业的人组成的 我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 那我们这样的一个组织 就是要去保护患者 安全 现在我们有很多临床实验的选择 摆在患者的面前 我正在研究的 比三四十年前的话 要多很多这样的临床实验和研究 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要提问 提出问题 如果大家觉得说临床研究 有一些疑虑 我都欢迎大家提出来 来去问我们的研究者 问我们的医生 因为最重要的一点 临床研究 我在座的各位专家 我都知道 大家的初心都是患者 立意至上 有时候我们没有答案给到大家 我们需要临床实验来找答案 但是我们会尽力的 非常感谢Massfield教授您的解答 ILD这个委员会呢 还有或者是伦理 诊查委员会 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患者安全 保障患者安全 所以对我们来说 无论是研究者 医生 护士 我们会不断地监测 不良事件 还有监测整个临床实验的 一个过程 不仅仅是为了保护患者了 还要保护我们的研究者 还有我们的医生 因为保护所有的安全 非常感谢您非常清晰的回答 我能下一个问题可以吗 那有人问我 我们在左肩下部有疼痛 比如说我吃多了 或者是运动之后有这样的疼痛 我要去检查吗 那是徐教授 您有很多做了很多啊 每年做的外切除数很多 如果外切除数后有这样的疼痛 可能蛮常见的 比如说在左肩膀的疼痛比较常见 尤其是吃大餐之后啊 或者是比较着急跑步之后 有这样的疼痛 那您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那么 Veggio教授 嗯好的 是的 这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患者主速 那 可能有些术前都有这样的 希望术前我们有这样的交代 因为我们会让患者做一些心理准备 我们需要一些营养师的干预 所以 进入术后的时候 要做一些营养的干预 如果营养干预之后 还有这些问题的话 可能要再咨询手术医生 可能在他的问题当中 本身就有答案了 因为患者通常 什么时候出现这样的症状呢 就是吃大餐之后 或者是特别着急的时候 才会出现 问题本身就包含了答案 因为术后胃很小了嘛 切掉了 如果你太快进食 吃太多的话 你的胃 还剩下的那些胃 就会很快的扩张 这就是为什么会引起疼痛 所以要避免这些危险因素 现在我们就是有一些替代疗法 在亚洲的话 那我们可能更加 有一些其他的药物补充 或者是家庭的疗愈的治疗 是不是推荐呢 有些草药啊等等 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吧 我知道 可能因人质疑吧 教授您有什么答案吗 大家也会问我啊 在美国也是的 能不能用一些其他的一些疗法 我告诉患者的就是说 我们用的一些疗法 都是来自于大凡的 比如说阿斯比林啊 都是从一个树来的 还有我们的止痛药 也是这些药 有很多东西都是植物提取的 来自于大自然母亲的 很早的时候 我们都有做了一些 评估的实验和研究 如果大家想尝试的话 可以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要谨慎 你想用不代表你适合用 因为有一些药物之间的 相互作用吧 还是要谨慎用这些替代的疗法 其他的教授有没有补充呢 我觉得Paul已经讲的很多了 一样的我会跟患者做这样的一个交代 您可能要记住的一点 就是如果你选择这样的中草药 然后有并发症的话 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 你可能要跟医生讨论一下 因为你听说有人说这个东西很好 然后你就吃了的话 可能不太合适 因为这种提取物可能会有干毒性 所以当我们 从比如说是医生那边 就是看到他的厨房单 然后看到他给我们开的药的时候 如果你觉得对这个药是有一些 是有一些问题的 或者说你是有一些不理解的 实际上你都是可以讲的 而且说如果说你要是吃了这个药 有一些不舒服 或者说是造成了更多伤害的话 你也就是说实际上也是可以告他的 这是我们这边的一个情况 特别感谢您的这个回答 实际上的话呢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讲到的是 讲到的一个青岛综合症 这个可能在我们这边也是比较常见吧 是不是有什么好的方法 可以预防这个青岛综合症呢 好的 这个问题有人想回答吗 好的 我觉得患者 他们是有足够的理由 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提出疑问的 因为所有的这些问题 都是跟他们自己的一个利益 以及说他们的安全相关的 所以 所有的这些疗法 或者说是所有的这些方案的话 不仅仅会影响到这个患者的一个生活质量 同时也会影响到他的寿命 他的一个生存期 对吧 所以 我们可以去给这个患者 比如说是做一些非常复杂的一些吻合重建 那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对吧 或者说我们也可以使用一些 更典型 就是更典型 更加简单 更加直接的一些术式 实际上结果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是需要看到说 为什么 会要选择那些术式 同时呢 这个青岛综合症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主要还是由于说 我们的一个胃大部的一个切除术之后 它的一个解剖结构 会有一些改变 所以呢 我们的一个胃肠吻合口 过大 然后胃可能会过快的 会有一个排空 然后才引发的这个情况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调整 调整疗法 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些 饮食等等的 是需要调整的 好的 看看 看看我们这边还有没有别的专家 可以对于这部分 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分享的 比较少的 我的患者 比如说 就比如说你身上要带一些甜食 但是你不要去 去就是一下子摄入更多的一些高糖饮食 或者说一下子吃的就是 这是这个过甜过油等等的这种情况 那我觉得这种情况呢 还是一样的 还是需要说 我们要避免使用过甜 或者说是一些过浓的一些饮食 比如说是一些 这样的一些饮水的话 液体摄入的话也是需要控制的 我觉得可能高糖的话 这个还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导致的原因 而且我觉得这种情况 可能会在我们的胃部手术之后啊 就是需要一个更好的一个调整和一个预防 或者说是更好的一个控制的 好的 所以您讲到的就是说 当我们出现症状的时候 要进食对吧 然后就是可能你觉得说 哎我好像肚胶空了 我们可以吃一点点的小甜食 稍微甜一下肚子 可能吃一点小饼干等等的 但是不要吃太多也不要吃太甜 但是不要吃太多也不要吃太甜 有没有足够的 有没有足够的一些研究 可以证明说 对于一些就是有这个鼻四管的这些患者来说的话呢 就比如说是否有一些正在进行的研究 都来确定说我们全微气手术之后使用四管 可以有助于说愈合和和恢复 因为实际上我自己做完手术之后的话呢 我就是我没有办法 就是用这个用这个四管 然后就是他每一次帮我治管的时候呢 我都会出现很大的反应 比如说是呕吐啊等等的一些不是 所以我的医生决定说 还是不要给我就是治这个四管了 所以对我来说还是就是挺困难的 而且的话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全微气手术之后的患者呢 他们有很大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压力 就是进食啊或者说是恢复啊等等的 所以我就想知道说是不是有些研究可以证明说使用这个四管 是不是可以有助于说患者更好的愈合和和恢复的啊 首先啊我还是要就是要非常的祝贺你就是说做完这个全切之后 14年的时间你还是非常的好状态非常棒啊是的 我觉得之前的话呢我们也都听到了Vivian Strong教授的一个分享 讲到了我们的这个胃癌的一个诊断对吧 那我觉得呢现在的话呢 那四管我们现在对于一些做完手术之后 没有办法正常进食的患者来说的话呢 我们都会给他就是做这个四管的一个置入的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对营养摄入的一个保证 首先呢就是还有呢就是我们讲到的就是 有些时候这个患者他可能会出现一些并发症 然后出现这个并发症之后呢 可能会出现一些进食就是一些进食能力的一些损伤 也就是说可能他们后面要一直都要使用这个四管来进行进食了 嗯我觉得 比如说在我们整个的一个评估患者的情况的时候 这是很关键的去看说你有没有这个必要去使用这个四管 或者说是你使用这个四管的一个时间是是多长 实际上在欧洲的话我们是有多个研究的都看到说 对于我们的一个权威切除术之后的一个恢复期来看的话 他的确是有很好的一个助力的 特别感谢您的一个问题 嗯 在亚洲在日本和韩国的话呢 我们也是有这方面的一些信息的 比如说是我们的这个权威切除术之后使用四管 我们的这个结果呢实际上也是可以看到 他是可以作为一种预防的一种一种就是措施吧 可能说我们做完手术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呃 这样的一些吻合口漏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情况 那如果说我们使用四管的话呢也可以更好的预防 这种情况导致的更严重的或者说是更复杂的一个症状 那我也不知道说使用四管在我们营养摄入这块是不是有 就是说是有一个直接的相关性啊 那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做完全呃这样的一个权威切除术之后 实际上在这个恢复之后我们做完这样的一些吻合之后的话 实际上也都是可以正常进食的 那比如说是在这个parental研究当中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数前数后的一些对比 特别说是关于我们的一些营养摄入的一些对比当中 也提到了这一点 啊我们这边也有一些专家举手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嗯好的来看一下Paul教授 之后的话呢就轮到我们的Vivian教授来发言 实际上刚刚的话Brian也讲到了这个内容 我之前的话呢是对于所有的我的这些做这个拳切啊 去布切啊等等的患者的话我都会给他们做这个四管的植入的 那我做的呢就是会在我们整个的一个呃这样子的一个未必 以及说是在我们的尾和口这部分的话呢会治会治两个夹 然后会去看到说他对于整个的一个恢复的情况是如何 然后在之后的话再去看到他对于这个四管的一个使用和一个依赖性 那我觉得实际上我并没有考虑或说我之前并没有考虑到太多这个四管 对于患者带来的一些呃不便啊这个还是需要去考虑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徐教授这部分 实际上在我们的中心呢患者做了全切之后他们也是会用四管的 这个网络还是有点不是很稳定啊 这个嗯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这个网络不是很稳定啊 那Vivian先说吧 实际上我也是同意一部分的这个专家所说到的意见的 实际上对我自己来说的话我不会啊就是偏向于说给患者治这个四管的 嗯在我们的数据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大概是有二十分之一的这些全未切除的患者是需要额外的营养支持的 也就是说他们可能实际上他这部分对于四管的要求或者说四管的一个需求并不是很大的 而且我觉得四管来说的话呢首先他嗯就是不会影响到说 呃实际上他实际上也会带来一些其他的问题的比如说是肛作人手术 那是否会影响到说我们所做的一些重建啊或者说是影响做的一些吻合啊等等的这些 所以的话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还是需要谨慎的我们还是需要去看到说各个患者的情况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就是这个患者他是不是需要啊而且的话需要的话我们需要治多久 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来看的话呢我们实际上大部分的患者都是并不是很需要的好的好的真的特别特别感谢您的分享 好的我们现在实际上啊时间我记得北京时间已经是9点11分了 觉得这个今天的这个日程好像是有一点超时了而且我们后面还有很多的分享 那我们今天讨论的话也有很多的问题啊而且我们觉得今年的讨论比去年的要就是要更热烈 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说可以通过其他的形式不仅仅是我们这种研讨会的形式可以 嗯其他的一些形式比如说是通过一些一些工作坊啊峰会啊或者说是一些网站啊等等的一些其他的方式可以让我们的患者跟我们医生有更多的一些直接的交流 或者说可以跟我们的全球顶尖的专家可以有直接的交流啊所以特别感谢我们这一部分的这些主讲人主持人也特别感谢我们这部分参加的患者和患者的家属 非常感谢Melanie非常感谢袁之向女士非常感谢你们的时间和你们的这个支持 所以我们会进入下一部分的一个讨论好吗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那我们现在呢进入今天的第二个议题第二个议题呢我们是会来聊一下转移性肿瘤有哪些治疗选择主要是专注于我们的生物标志物 与我们的一个精准医疗和新的临床这个临床实验 然后我们来邀请一下这部分的主持人我们有这个林士雅教授是韩国癌症学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 有我们叶琳娜教授是来自于美国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所 同时还有我们的普城河教授是来自于日本东京大学医学就是医院医学研究所 这三位是我们今天的主持人好的非常感谢大家早上好 亚洲的观众们早上好 然后美国以及说是欧洲的患者晚上好 我是林士雅我是韩国癌症学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的主席 在我们这部分呢我们会来专注讨论一下说对于这个转移性肿瘤有哪些治疗的选择 会关注于说我们的生物标志物和我们的精准医疗以及说是这个临床实验 我们这部分的话呢同样的也是安排了主讲安排了我们的这个问答和讨论 以及说是和我们患者和他家属的一个对话 所以呢我想要来介绍一下我们这部分的两位主讲人 我们第一位讲者是这个军队永教授是来自于韩国首尔大学医院 他今天会跟大家来讲一个喝吐阳性转移性的胃癌 然后也会讲一个很有意思的病例 然后还有我们的摄罗洪评教授是来自于日本国立癌症中心 然后他会讲到我们的PDR1阳性半半这个腐膜转移的腐发性胃癌 再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讨论 讨论的时候呢也会邀请我们的讨论专家上线跟大家来进行分享 所以我们来进行第一个演讲吧 好的没问题 我们先来第一个讲者 也就是喝吐阳性的思续胃癌的病例 非常地高兴能够去展现这个病例进行一个讨论 我们的讲者呢是Teyong Kim 他是金队勇教授 韩国首尔大学医院在卫癌方面的专家 然后在这一方面非常地有经验 也是毕业于韩国首尔大学的 然后他取得了一个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学位 都是在SNU取得的 大家也可以看到他的一个个人经历 职业经历非常地丰富 他的专科培训 归牌都是首尔大学医院 然后现在呢也是医学院的一个副教授 所以他有临床的经验 也有科研的经验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金队勇教授来分享Hertu阳性的 非常感谢教授您的介绍 那我把话筒交给下一个主持人 来去看一下在Hertu阳性的胃癌治疗方面 那您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讨论呢 美国这部分的患者是怎么做治疗的话呢 非常的好 非常感谢您的这个病例介绍 非常的谢谢你提醒我们去关注Hertu阳性 那这个患者他是比较年轻的 而且确实啊 发病的年龄 在GEJ方面就 卫士管交接出肿瘤的发病是比较早的 然后这个患者 我们也可以看到发病年龄确实确实很年轻 尤其是年轻男性易感我们其实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机制是怎么样 但是有很多的研究证在进行尤其是我们的实验室我们的中心 我们确实我们也在去探索 这一部分的GEJ患者 去看一下有哪些宿主的危险因素 然后发病这么年轻发病到底是为什么 有哪些肿瘤的因素 还有患者自己的易感因素 看看能不能早一点进行筛查 对自我进行预防 第二点呢 我想到的就是Hertu阳性 大家知道 如果是Hertu阳性的话 他们能从靶相治疗当中有很多的火影 在后来之后的一个讨论当中 我们也会去讨论是不是所有的患者都要做基因检测 去看一下有哪些把标 我们是可以进行治疗选择的 尤其是除了Hertu之外 有没有其他的把标 其他的生物标植物 当然啊 这个患者做顺博 做了20周啊 这个化疗周期真的是很长 那在我们美国来说呢 可能做20周的话 用顺博可能毒性就很强烈了 嗯 大家可以看到如果能做20成的这样的化疗 也是蛮不错的 嗯 但要跟患者说的就是说 如果你化疗真的很难受 有恶心头 恶心头 呕吐的话 你一定要跟就是跟医生说 不要去逞强 我们可以进行降期 可以换别的方案 在美国我们用的是一个 多西塔萨或者是其他的搏类 那在一线治疗领域 我们的靶相治疗 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 包括抗核兔的治疗 PD-1和PD-L-1 当然我们的免疫治疗 临床实验也有很多 在美国呢 有很多的这样的药物的选择 还有一些临床前期的一些实验 那我们会有一些协同的效应 包括有两种H2 或者是两种ADC的话 也是会对于打击这种 H2阳性的胃癌细胞会更好 所以这个范式正在改变 然后新药也不断的研发 所以一定要去做 可能有条件的话 去做一下把镖的一个检测 基因检测 然后问一下医生 我拿了这个结果 我是不是有些其他的药物 可以选择呀 有哪一些新在研究的 临床研究 我可以去参与呀 等等 那还有其他的一些讨论 还有一点我想指出的 就是说 即便它是一个韩国的病率 它是一个比较罕见的一种疾病 大概有10%和12%的患者 可能会有H2过表达 所以 很重要就是说 我们医生要去看 到底是不是核出阳性 或者是其他生物标志五的阳性 然后患者也是要信任医生 然后去让医生推荐 有没有可以参加的临床实验 我的患者就是 他比如说13年14年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可以参与的临床实验 没有那么多 现在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参加 所以现在的患者也是蛮幸运的 如果你相信我 相信我们医生的话 也相信我们研究团队的话 也要去 这种信任感是很重要的 那包括二线治疗 一线治疗 也是这样的 在二线的时候 如果是取图耐药的话 再去跟医生讨论 也是很重要的 当然刚刚的教授提到了 Tukatini 这个疗效也比较好 感谢您的病例介绍 非常令人振奋人心 非常的感谢Kim教授 那您对于顺博 有没有什么评论呢 那顺博你会不会用这么久呢 刚刚教授提到 你这患者用了20个疗程的顺博 非常感谢教授您的一个评论 化疗的毒性 确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对于医生 对于患者都是这样子的 我的患者呢 他确实是有一些毒性的 化疗药物的毒性 然后尤其是一个 这样的药物 在韩国可能基本上六成之后 就停药了 博类 因为会有神经的毒性 还有其他的毒性 那这一个患者 我继续这一个 曲头珠加上化疗药 做了二十成 确实它比较的耐受性比较好 但是我们其实也要去看一下它的一个不良反应 这个患者比较幸运 因为他没有其他的神经系统的AE也好 其他系统的AE也好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这个患者做了曲头加化疗二十成的这样 非常地感谢 那现在我们的讨论 患者的讨论者 嘉宾都上线了 那三秒教师 他来自于麻省总医院 美国 还有一个女生 从北京总流大学 北京大学总流医院 还有其他的一些讨论者 来自于美国 中国 日本 所以我非常感谢您的贡献 还有把忙就要冲通 来尝换 我们有两个问题 是可以来自于患者的 这位日本的患者的谈料 您可以开始 来讲一讲您的患者故事 来提问 请开始 谢谢 我来自于日本 很谢谢大家 我是来自于日本的 我非常地高兴 也能够讨论 我的患者 每年 一个患者 他每年都是做筛查 但是 做筛查 但是 诊断的时候 也是晚期了 所以 我们希望 每一个人 都能够说 能够有很多的治疗选择 在这个阶段 我觉得对于患者来说 很重要的一点 都是神物标志 我们也亲自参与了临床试验 我个人认为 临床试验对于患者来说 尤其是对晚期的患者 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选择 但是在日本来说 如果想要了解 临床试验的信息 没有那么容易 我的丈夫 他自己是参与了 一起临床试验 但我们也希望 其他的患者 有这个机会 我的问题就是说 如何帮助患者 更容易获取 临床试验的信息呢 实际上我的患者 或者说是有一些 患者的家属的话呢 也会问我 比如说 应该如何来获取一些 关于我们临床试验的 一些信息呢 实际上的话 我就会跟他们说 首先呢 我们还是要看 他们的一些 他们的一些 生活标志物啊 等等的一些检查 同时呢 也要看到他们的一些 NGS的一些基因检查 在我们 韩国来看的话 我们在韩国 是有一些 临床试验中心的 如果说 患者想要获取一些信息的话 他们就可以很简单的 就可以 在网上 进行 这个信息的搜索 他们只要上这些 临床研究中心的官网 就可以搜索到 相关的信息了 但我觉得不同的国家 也有不同的情况吧 我觉得 也有很多的 一些 可能还是 更多的还是会有 医生的推荐 这种方式 可能会稍微多一些 我觉得可能 不同的国家 的确是有不同的 因为在韩国 我们还是蛮简单 就可以获取到的 那像您讲到的 可能在日本 就会比较困难一些 那 我觉得 所以 这个我觉得 就是就您来看的话 我感觉你也可以 比如说主动问医生 比如说有没有是什么 我可以参加的一些 这样的一些 临床实验等等的 那我也想问一下 在美国的一些情况 是怎样的 所以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在美国这个临床实验 的可及性吗 好的 非常感谢带回对我的邀请 实际上呢 我也是非常同意 刚刚专家所说的 这个事实上也不是一个 特别容易的事情吧 因为我感觉 这个信息等等的 实际上也并不是说 非常非常到处都可以说 获得的 所以我们最多的还是 跟我们的医生去沟通 因为我感觉呢 很多时候 这是一个最直接的方式 因为这就是你的医生嘛 然后他对你的情况 就会最了解 那他也会最知道说 你最适合去做哪一个研究 或者说入组哪一个研究啊 那我觉得 对于每一个胃癌的患者来说的话 都是蛮重要的 就是说 我觉得在他们治疗的过程当中 至少得要去到一个 至少得要去到一个 大型的学术医疗中心去进行 这样子的一个会诊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就可以去 去询问 或者说是 去看说你自己的这个情况 是否 可以入组啊 等等的 在我们这边的话呢 我们也会有一个清单 比如说都已经总结出来了 我们这些患者 他们应该要去问哪些问题 也包括了说 有哪些临床研究室 他们可以参加的 所以我觉得也是一样 我还是同意的 最直接的就是问医生 好的 非常感谢 那我想问一下这边 日本的专家 好的 非常感谢 这个问题 实际上的话呢 刚刚这位患者家属 她的丈夫 就是参加我当时 在做的一个医期的研究 所以对我来说 我还是很荣幸的 她可以入组到 我的这个研究当中 而且我们当时的话呢 也是通过说 跟她本人的一个沟通 然后跟她直接的一个交流 然后看说 她是否有这种意愿 就是来参加 我们这次的实验 所以我觉得 对于我们医生来说的话 当我们看到说 这个患者的情况 她适合做哪个研究 她可能会 她哪怕说是有机会 可以去受益的话 那我们就要进行推荐 或者说就要 就要进行说 这些内容的一个分享 那我觉得 在日本的话 也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还是有这个义务 要去进行这个分享的 然后 我们也想听一下 这边中国专家的一个分享 然后请邀请一下 张克玉教授 来分享一下 在我们中国的这部分 临床研究的一个科技情况 好吗 主持人你好 可以听到 当时我 应该是在 我的分析 比较晚 发现了比较晚 当时那个 基加福团队的 整个团队 建议我 其实 其实 like for those patients that I have been like encounter with I think if they are in this like advanced stage of the like stomach cancer I will seriously go through for those clinical trials which is the question from Mr. Zhang 然后这个建议我吧 降低这个分歧 当时我也 充分地相信 这个团队的建议 然后同时也感觉 入手这个方案吧 比较规范 影响从中获益 影响 影响这个 我的手术 就起回 希望能通过这个 实际上 能让更多人获益 所以说 就选择了当时 好 Sorry for that The internet connection from Professor Lin Shen was disconnected 好的 非常感谢您的一个分享 可能刚刚我们这边 的这个 这个网络 就是可能也是 有一点点小问题 所以我们 对您的这样 这个分享 可能是会收到的话 是会有点点延迟 但是也是非常感谢 您的一个分享 那我们接下来呢 也是来邀请 我们下一位的讲者 他呢 实际上的话呢 也是一位非常 非常著名的 对于我们这 这一部分 生物标志物研究的 一部分的专家 然后来 接下来就是来邀请一下 我们的主持人 来介绍一下 我们下一位讲者 好的 对 现在可以听到了 好的 我想要来介绍一下 我们下一位讲者 是我们的 萨勒洪萍教授 是来自于说 日本的国立癌症中心 他也是一位 非常著名的 我们这部分的一个 胃癌方面 治疗的一个专家 那他也是 现在的话呢 的确也是在我们的 日本国立癌症中心 担任说我们 胃癌这部分的 一个主持医生 然后也是我们这部分的 一个非常知名的专家 然后请您开始 您的演讲吧 好的 非常感谢大会给我这次机会 来参加这一次的分享 这是我的信息披露 首先呢 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的这个患者 他是一位43岁的女 的43岁的一位男性患者 他22年3月底的时候 因为胃部的肿瘤 那来到我们的医院就诊 他也是有些不能进食 偶尔有一些 这样的一些呕吐 以及说是出现一些 间歇性的腹痛 那同时呢 他也出现了一些 体重的下降 在过去两个月当中呢 也是下降了7公斤 他的一个 预告表现是2 然后他实际上 是可以行走的 然后也有一些 比较基本的一些 自我护理的能力 但是不能够去进行 任何的工作活动 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 他没有明显的 一些既往病史 然后的话 也没有说任何的 一些恶性肿瘤的家 的一些家族史 他出现了一些贫血 和一些营养不良的情况 然后在他初步诊断之后呢 他做了一个住院治疗 然后也是输住了红细胞 然后输住了马菲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第二天给他做了内进 发现说胃底部有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肿瘤 而且还在出血 然后的话也导致了 这个胃度狭窄 然后组织学的话 也可以看到说 这是一个低分化的腺癌 所以对他的一个情况的话 我们也是通过了内进 得到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CT检查呢 结果也是表明说 看到了一个尺寸比较大的 胃部原发性的肿瘤 而且呢 他已经浸润了 这个肝和这个胰腺 并且呢 已经有多个腐膜转移 和领巴结转移的病灶了 并且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右边 他有多个腐膜结结 所以这个患者的一个 临床诊断是 TCBN3-ME4级的胃癌 那当我们的这个胃癌患者 同时伴随一些 营养不良的情况的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做内进和CT 来确定临床的分歧之后呢 需要在团队内部进行 治疗策略的一个讨论 那在我们启动化疗之前 很重要的就是要做一些 生物标志物的检测 来去 就来决定说最优的一个化疗方案 包括了HER2 PDR1 CPS和MMR 那我们在临床实验当中 也会检测其他的一些 生物标志物 检测结果在一周之内会出来 然后我们团队就会再讨论 每个患者的治疗方案 我们不仅仅要考虑到 生物标志物 实际上的话 我们还要考虑到 患者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 比如说他的一个器官功能 合并症 个人意愿 以及说家庭的一个支持 是否可以来照护 这个患者治疗 带来的一些毒性反应 那回到我的这个患者来讲 实际上他的一个标志物的结果 在做内进之后 7天就出来了 然后HER2是阴性 然后测配收负蛋白是完整的 也就是说 它不是一个高MSI的一个肿瘤 最重要的是他的PD-L1CPS的评分是15 这是很高的一个数值 这个呢 也是通过了PD-L1染色细胞免疫细胞 就是来计算出来的 也就是图中的这个褐色的这个部分 其他的检查呢 也是显示说 它有这个EV病毒编码的小核糖核酸 也就是说 它是这个EV病毒相关的胃癌 这边紫色的这些点 就是通过原味混合法 ISH显示的肿瘤细胞内的一个EB1R 那我和这位患者呢 实际上跟他的家人 也都聊过化疗和免疫治疗的一些获益 患者呢 希望可以获得最佳的治疗 所以我们就开始给他做了Fofox 加上了纳五的这个化疗 也就是我们的亚叶酸 奥莎利伯 粉尿密定 加上纳五的化疗 他在第二天第三天 出现了一些轻度的恶心 但是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他也是因为生物抑制的情况 出现过手部的一个三肠神经痛 但是几天之后就消失了 在第十天 他出现了骚痒和皮肤的红疹 如图所示啊 就是这样 但同样的通过口服皮脂唇 皮脂肋骨唇呢 症状也是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两周之后 他接受了第二剂的Fofox的 和这个纳五的一个治疗 他的疼痛有了改善 那我们也是减少了马菲的注射 他的口服药的效果也很好 他就可以出院了 他现在的话呢 是每两周回到我的门诊来继续治疗 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CD的检查结果 通过两个疗程的这个Fofox加纳五 我原位肿瘤和粉膜转移造都缩小了 这是这是我和我患者的一个合影 他的情况看起来还是很好的 这个照片呢 就是所以说对于这个患者来说 Fofox化疗联合纳五就是最好的方案 大家也都知道说 这个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有个组合 就是PD-1和它的配体PD-L1 它们相互之间的作用呢 也会抑制免疫细胞 对于肿瘤细胞的打击 所以我们如果用PD-1或者是PD-L1的抑制剂 比如说是纳五丹抗 它就可以重新激活免疫细胞 然后我们也可以通过肿瘤细胞的PD-L1表达 可以去做进一步的一个预测 那在胃癌的各种分析里面 我们也都知道说 高MSI以及EB病毒阳性 这两个亚型的PD-L1表达是比较高的 分别在转移性胃癌当中是4%和5% 那当然在别的一些临床研究当中 也探讨了这种PD-1PD-L1抗体对胃癌是不是有效 基本上差不多10%的患者 都有这个肿瘤负荷的缩小 那当然CPS评分呢 也就是PD-1的一个表达更高的这部分患者 他们的缓解率 以及说是还有治疗的效果 要比CPS小于一分的要好的多 那从长远来看的话 尤其是高危性不稳定性的胃癌的话 他们从明教当中的获疑是更多的 那这研究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 那五和这个安危剂相比 在三线或之后的脚当中 是有显著的改善生存率的 刚刚也提到了MSR缺失 以及说是我们的一个MSI 就是高度不稳定的这个胃癌 到底是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MMR它指的是DNA错被修复的时候 这么缩写 这种情况下呢 DNA复制的这个过程当中会出错 然后就要启动MMR这个机制去进行修复 那如果说我们看到MLHE和PMS2 在细胞当中的染色丢失的话 就意味着这种错被修复的机制比较弱 或者是不存在 或者是不太起作用 那这样的分子标之物 它的表达或者不表达 实际上也会增加 或者降低这个微微心的长度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做一个PCR来得到结果 因此就是为什么说MMR缺失 它基本上就是等于微微心高度不稳定了 如果说肿瘤出现了MMR缺失 或者说是这个微微心高度不稳定 它就需要很多的基因突变 突变之后呢 往往也就会表达出一些独特的蛋白 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免疫细胞 把它们识别出来 所以这类的MMR缺失 或者是MSIH型的VR患者 有很多的机会可以从免疫疗法当中获益 这是最近的一个患者 因为他也是这种MMR缺失的情况 然后他做了免疫治疗 效果就很好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临床研究的数据 这个非常著名的这个CHECKMATE649研究 这是一个国际的国际性的一个多中心研究 它比较的是化疗对比这个XLOX 就是奥沙利伯加卡培他病 和这个FORFOX联合纳武端抗 以及说是化疗丹药的一个疗效 那在不可切除晚期或者是转移性的 这个未食管交界流 或者说是这个食管腺癌患者当中看到了很好的效果 可以看到纳武端抗也是显著延长了患者的一个OS 无论说是在这个患者是不是分型的情况下 都有一致性的结果 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远期的生存率 我们的这个纳武端抗加化疗的话呢 也是生存率改善了12% CPS得分比较高的组当中 我们看到了更明显的生存获益 我们可以看到CPS大于等于5的患者死亡率 死亡风险降低了31% 小于5的患者死亡风险降低了6% 也就是说生存获益在CPS得分高的患者群体当中的明显 那我们可以看到MSI高的亚型 占所有入主人群的3%左右 右边的图表就可以看到 那武端抗联合化疗的话 在MHI高表达的患者当中带来了更大的获益 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将近25%的MSI高表达的患者的CPS 这个评分是小于5的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仅仅是以CPS的评分来进行患者分层的话呢 会漏掉一些MSI高表达的患者 所以在我看来这两个都是是都要做的 那当然我们也要关注治疗相关的毒性 在Checkmate 649研究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纳务联合化疗组的一个毒性相关的 三四级不良事件发生率增加了15% 导致住院的严重不良事件有10%的增加 因为毒性而停药的不良事件增加了13% 所以当我们选择这方案的时候呢 要权衡利弊考虑到的不仅仅是生存活议 还要考虑到毒性和其他的不良事件 那我单抗和其他的免疫检查抑制剂都会带来不少的免疫相关不良事件 会导致一些免疫疾病 比如说在我们的Checkmate 649研究当中 可以看到联合治疗组当中有5%到34%的患者呢 经历了免疫相关的不良事件 大部分都是比较轻度的 而且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通过一些免疫抑制的这个药物啊 或者说是一些皮脂肋骨醇等等的 都可以有比较好的去管理这些不良事件的 这边呢我就不赘述啊 这些症状体征了 有个很重要的就是 如果说是在治疗之前出现新症状的话 一定要跟自己的医生去沟通 因为有些症状的发生可能是因为 纳武丹康的这个使用引起的 也有可能是因为化疗引起的 也有可能是因为肿瘤细胞本身引起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考虑这些事件的原因 有一些事件也包括比如说肺炎啊 自免糖尿病啊 还有这个心胞炎啊等等的 都是需要早期干预的 所以的话大家千万不要犹豫 一定要把这些症状都要告诉自己的医生 那毒性这部分也是要去看的 也是很多患者的一些这个担忧 但是这个实验当中 还是可以看到 比如说是这个化疗和 和纳武的话实际上是有个很好的趋势的 那基于这些结果呢 纳武丹康联合的一线化疗 也是被很多国家都列入指南了 但是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当中 还是有不同的一些适应症的 比如说在美国和日本的话 是推荐这个化疗和纳武 可以用在所有的这些 这些胃癌患者当中的 但是在欧洲呢只推荐CPS评分大于等于5的患者使用 那美国NCCN或者是ESMO指南的推荐程度 也是根据CPS的评分各有不同的 那在日本的指南当中呢 纳武的这样子一个去联合化疗 推荐CPS大于等于5的患者 那化疗单药或者说是纳武联合化疗 对于CPS小于5的患者来说是可选的疗法 那药物的可用性也是一个问题的 实际上在日本的话呢 我们也有各种不同的一些 这个单抗的药物 比如说是帕博啊 或者说纳武等等的 还有其他这些单抗药物 实际上都是可以选的 但是在有些国家可能选择没有那么多 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跟我们的医生去讨论 在我们这个地区可用的最佳方案是什么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自己中心的一些经验 在过去的半年当中呢 我们一共接诊了74位胃癌患者 都做了活检 其中有8个呢 因为出现了肿瘤相关的症状 所以给他们做了一些急诊的这个化疗干预 又这个 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一共是有29名的患者呢 进入了我们的临床试验 接受了一线的治疗 19名患者呢 他们的CPS的评分是大于等于5的 有两个人呢 是MSI高表达的一个分子的分型 19人当中15人接受了纳武联合化疗 两名CPS小于5的患者呢 也接受了这个 这个化疗联合纳武 两个人当中的一个是MSI高表达的分型 那有4名患者呢 他没有接受纳武联合化疗 是因为他的一个 ECPG评分不好 可能偏高 还有一些高龄核失之症的情况 以及说患者出现了这个 这个这个肩脂性肺炎啊 这是一名CPS评分比较高的患者 同时他也出现了MMR缺失 他有两年的一个肩脂性肺炎的病史 他需要接受皮质类固醇的治疗 CT可以看到这个病灶 在患者讨论之后呢 我们开始了一线的一个SOX治疗 也就是我们的奥沙利伯加上TLG 患者之前因为有间接性肺炎 所以他不能用那我 做了两个疗程之后呢 就达到了部分缓解之后呢 就也是跟患者讨论后线的治疗科学方案 但是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局限了 就如之前所说 实际上CPS是一个很重要的生物标志物 然后但是它也不是一个最完美的标志物了 因为有些患者CPS分数很高 但是缓解情况并不好 有些患者可能评分比较低 但是的话缓解情况但很好 所以我们还是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去发现有哪些更精确的生物标志物 可以帮助我们选择更优的这个治疗方案 去改善我们患者的结局的 所以的话呢 对于患者来说 化疗联合纳武丹康 已经是标准的一线疗法了 那了解患者的PD-1 CPS评分和MSI分行是很重要的 同时不良事件的管理也至关重要 在为每位患者选择疗法的时候 我们也是需要去权衡获益和风险 谢谢大家 这是我的分享 好的 非常非常感谢您做的一个非常 就是全面的这个分享 刚刚的话呢 我们的专家 生物标志物的检查非常重要 尤其是外来的一线治疗的患者 但是啊 CPS确实是一个热点 CPS评分来去看一下 能不能用PD-1 PD-L5-1的治疗 还是蛮火的 包括脑溜单抗啊 跑力柱单抗啊 等等的 这部分的选择 那各位教授 您在进行治疗方案制定的时候 是怎么看呢 在各个国家CPS评分的应用 Klina教授 有请 有请您先分享在美国的情况 当然 这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啊 PD-1 PD-1也非常的复杂 那我还是尽量去解答吧 不想去让各位患者感到困惑 PD-L5-1呢 它这一个把标 它其实是PD-1的配体了 它其实可能 大家也知道 有一些患者是表达的 那我的团队也在进行这一方面的实验 我觉得PD-1是怎么呢 就是你离篮筐更近的时候 你投篮能够命中的概率就更大 对吧 所以就是对于去表达PD-1的时候呢 有的人表达的更多 有的人表达的更少 表达的更多 就是你的评分更高 意味着你投篮的时候离篮筐更近 那你的命中率可能就会更高 可能这个比喻不知道恰不恰当 那我想可能能帮助患者来理解CPS评分吧 那其实也蛮复杂的 我们要去检测 那最后之前在ASCO发表了一篇文章 来比较不同的抗体 SP-142 还有一些其他实验性的药物 也有不同的一个评分 一个评分值吧 介质 作为患者可能不需要了解的那么细 但是可以问您的医生 那我的PD-L1评分是多少啊 可以问一下 在我们的中心 我们对于数据的理解 就是如果超过5分 那数据非常的明确 这一部分的患者 获益是更多的 就是免疫加化疗 如果CPS大于5分 获益是更高的 那如果是明显PD-L1阴性的 比如小于等于1这样的患者 我们就不会用免疫加化疗了 在1分到5分确实是要讨论的 我们的团队一定会去看文献 然后再去检测 是不是这样 我们比如说 要去做多一个活检 去验证 是不是这个CPS评分 确实是已经确定的 原发肿瘤的情况 转移造的情况 这如是Tara博士所说 就是1到5分 确实要进行讨论 在我们中心是这样的经验 我也非常的乐于 听其他中心的一个结果 非常感谢林教授 您请继续 确实在AUS 在日本情况都是比较的 这个接近 这个患者呢 诊断胃癌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去看MMR的情况 DNA错配的一个情况 还有CPS的评分 还有Hard 2 那有一些临床实验 我们也会去看一下 FGFR EGFR 还有其他的一些把点 在中国呢 我们还没有 获批这个适应针 包括EB病毒方面 没有获批 对于EBV类型的胃癌患者呢 他其实是可以通过 PDE联合化疗当中获益的 基本每一个患者 我们也会去查EB病毒的一个情况 来去确认EBV的感染是否存在 所以我个人来说呢 对于胃癌的患者 因为一线治疗已经比较的明确了 而且获批了 也可以给患者 带来更加多的一个获益 是在化疗和免疫 或者是Hard 2阳性的患者呢 用靶相治疗 是比较能够获益的 所以所有的患者 都会去检测 生物标志物在治疗之前 非常感谢 那生物标志物呢 是有两类 第一类 就是去排除哪些患者 是不会反应的 另外一种是阳性的选择 去主动的筛选 哪些患者会对治疗产生效应 西达教授 您认为CPS对于患者的选择 是非常重要的 您怎么看 您是阳性筛选呢 还是排除的性的筛选呢 我觉得两者都是可以做的 对于患者 哪些是没有办法获益的 或者是有哪些明确能够获益的 我们两个都用 但是他们的RR应答率 是不一样的不是吗 包括加入纳武的话 无论CPS的话 他们缓解率是不是有区别呢 确实比较的复杂 在Trackmate的649研究当中 即便是在CPS大于等于5的患者当中 还有一些没有活益的 可能有一些患者 就是说他是微微心不稳定的 CPS也比较高的 这些患者的获益是更高的 但是这部分患者群体可能数量没有那么多 所以我们我还是同意各位教授的观点 要查生物标注 去进一步的去确定一下 下一位教授 这确实Promner的教授说的 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要确保我们做的检测呢 也这个采样率标本的采样率要够 你的活检的样本的采的要够 你才能去确信 你测到的一个PD-1表达是 是OK的 我们之前做临床的实验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肿瘤的采样率也是够的 那百分之六十的患者 他的CPS评分都是比较高的 在不同的研究当中 我们看到的都是这样 六四九我也参加了 还有Aurian的十六的研究 他也是在亚洲人群 还有中国人群当中做的 差不多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群 CPS的评分都是比较高的 所以在您的医院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率的话 这不是说你的一个形态学的问题 因为CPS评分它其实取决于一个比较 你的肿瘤采样率采样质量的问题 当然跟患者也有关系 有时候我们中心如果只采一个样本的话 你可能测不出高评分 那有一些医生会觉得说 这个CPS评分的抑制率还是蛮高的 测出来的结果都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刚刚教授总觉得很好 有一些检测是排除性的筛选 在美国还有在有些一些 那可能在其他的一些国家 在二线和三线没有办法用免疫治疗 在日本是可以用 在我的国家是没有的 所以面对这样一些患者 我有时候不知道 我有时候会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到底有多确信 这一个是真因性的结果呢 现在我们有很多的临床实验 可以推荐患者去参加 那我们的答案总是说 参加临床实验吧 参加临床实验吧 那如果患者来问我 或者如果是我自己的亲戚或朋友来问我 我要不要用免疫治疗 如果我是明确的是 Marker是阴性 我其实不能够很明确地告诉他 你的这个Marker表达是真的就是阴性 它取决于他的济湿的检测 而取决于你的肿瘤活减 采样出来的量够不够 我的同事还有 我们有时候没有看到 CPS大于等于5的评分 是超过60%这么高的概率 是因为我们实践过程当中 有很多其他的因素 影响了我们这个率 临床的实践 真实实践的实践 是不完美的 有时候我们的肿瘤采样出来的 这个样本量很小很小 那没办法 你病理也得回报对吧 那我们的临床实验告诉我们 大部分的患者 CPS评分都很高的 当然免疫治疗跟化疗一样 也是有风险的 有AE的 所以还是要平衡不良事件 还有获益 除了自己的肿瘤 会不会有应答之外 还要考虑其他的因素 非常的感谢 那想听听患者的一个新生 Amy 能不能分享一下 你的一些看法呢 我看到了你的病史 你的CPS的评分是很高的 在胃癌里面 那如果你的CPS评分很低的话 那你会不会 也会用ICI呢 免疫检查点 可能不会了 可能不会 好的 我来跟大家具体解释一下 化疗加免疫检查点 如果CPSD的话 我不会用的 因为我是2018年诊断的 那个时候的治疗选择没有那么多 你知道他们没有去进行病理学比较好的一个检测吧 而且我二线也失败了 然后我还要工作 所以 张教授 张先生 你好 嗨 他问你如果是 那个CPS要是表达很低的话 你会选择免疫治疗吗 会的 会吗 会 会的 好 那 Mr. Zhang he said he still want to 他会的 即便评分很低 我还是想试一下 免疫加化疗 好 谢谢 Todorky医生 你不是一个患者 但是 但是您作为患者群体的代表 我还是想听听您的见解 同样的问题 是的 这个选择很重要吧 我觉得说 如果患者对于ICI的期望比较高的话 如果有任何的获益 我们可能都会想去跟医生讨论看看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好 感谢 CBS的患者的筛选指标非常的重要 患者 不同的患者有不同的意见 我觉得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去给患者足够的信息 然后让他们去权衡 做出决策 那像 像我们移到下一个患者的问题 殷教授 好的 那我觉得说 那 Amy Jacobson的患者故事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还没有听到您的故事 你能不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你的一个患者故事呢 非常感谢主持人 去主持下一个环节 Amy Jacobson 你们能不能分享一下您的故事呢 分享完之后 我们就会进行下一步的讨论 然后讨论一下患者啊 有效性啊 读性啊 安全性等等问题 因为有林轩教授的一个离线状态啊 所以我们也会看看其他专家有什么见解 好的 Amy 首先请我们的Amy来分享一下 Amy Jacobson 我们的患者代表 她会分享她自己的一个经验 因为张教授 张教授她的网络有些问题 可能之后您再进行评论吧 好的 我们先听一下Amy 她的患者故事分享 好的 大家好 2018年6月13号 我被诊断为四期的胃癌 然后 它是在我的胃的下部分 然后我做了一线的化疗药 然后 有肝转移 做了两期就出现了肝转移 所以我用二线的治疗换了化疗药 我的生活质量不太好 用化疗药的反应比较大 然后读性也比较大 所以 没有办法去继续了 那是2019年 我又做了一个治疗 那当时会有PD-L1的其他治疗选择了 然后我去 2019年去做了这个PD-L1的治疗 做完这个PD-L1以后呢 检查发现有降期了 肿瘤缩小了 之后 也没有症状 也没有症 我们现在也是无碍生存的一个状态 然后现在也是这样 我希望一直是无碍生存的状态 感谢PD-L1这个治疗选择 这是我的患者故事 好的 那现在你对克林平尔教授有没有问题呢 是的 我自己有个问题 可能 用卡处达 帕布利朱丹康的一个患者可能都会问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停止治疗呢 我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了 那 大家一直在讨论 我的医生都在说 是不是你要想要停止下来呢 因为已经做的比较多了 我已经注射了51次帕布利朱丹康了 我不知道其他的医生会不会停药 因为这个医生实验呢 只做了24个月嘛 有一些医生可能24个月中止了 之后就不会再做了 但有一些患者 有一些医生也觉得说 继续用完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患者 因为癌症也没有复发 也没有不可耐受的毒性 那这就是我的问题 有没有明确的指针 说 踏布利朱 什么时候 Question So because I have a dadrick system 在理 Massachusetts after achieving complete response with MSI-high gastric and other cancers. 她是MSI-high的一个患者,她就停药了。 那在临床实验当中呢,我们可能两年之后,患者就会比较稳定。 因为他们可能会有继续的重量, 因为他们可能会有继续的重量, 没有人的重量, 没有人的重量, 没有人的重量有继续的重量。 那是一个很重要的重量, 没有人的重量。 我们可能会有重量的重量。 我们也是跟其他的一些同事呢也是有过一些借鉴的 我们也可以看到实际上如果我们停了免疫治疗的话呢 它的一个复发率实际上也是比较低的 所以有很多的患者可能也就是维持在它这样的一个阶段了 那我觉得在未来来看呢我们可能会看一下血减 比如说是看到是不是说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指标 可以更多的让我们的患者就是作为一个作为一个辅助的信息给到患者 让他们做一些更好的选择吧 给予他们更多的一些方案的选择吧 我觉得在之后的话的确这些患者他会有更多的一些自主的一些选择的方式 然后呢我们也是可以看到说 比如说是这个什么时候 比如说是这个疗法是有一个时间节点啊 或者是有一个终点啊等等的 我还是非常非常同意之前专家的一个分享的 这周的话呢我也是看到一个非常类似的患者 实际上对于患者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困难的 特别说是他们有一些进展的疾病啊 然后有了很好的一些疗效啊 然后看起来好像他们就要胜利了 然后可能就是他们也是在考虑说是不是要停药等等的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也是比较有可能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CRDNA 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实际上 也是可以看到说我们整个的一个肿瘤当中的一些表现 以及说我们现在的话也是在一些基线检查 基线检测当中呢进行这样子的一个辅助 比如说是在我们的血检当中也会看到这些信息 它是可以检测的 如果说是阴性的话呢 就是我们也有患者就是在做这方面的一些检测 比如说他们可能会对于这部分的检测结果会更加的敏感 那同时呢RDA也是建议说 对于这部分患者如果说他的一个检测结果是阴性的话 实际上当他所有的情况都非常稳定的稳定的时候呢 他如果说是就是停止我们的这个治疗的话 实际上他的一个复发的一个几率也是比较低的 好的非常感谢 实际上的话呢我们这边的话 是不是也可以来聊一下我们这边张克宇的一个病例 因为他的病例的话跟我们之前的病例还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您可以来对他的这个这个情况进行一个点评吗 是的实际上的话呢因为在中国的话呢 我们的患者想要去获得一些临床实验的信息的话呢 更多的还是根据我们政府的这样子的一些网站啊 或说是一些项目的一些宣传等等 更多的还是通过我们的一些医院的一些网站去获集的 更多的我觉得还是更直接的跟其他医生讲的是一样的 还是跟我们的医生直接沟通 所以我觉得刚刚也讲到了在中国的话呢 实际上我们就是像他这样子的一些情况的话呢 的确实际上也是不多的 但是我也可以看到说从他的情况当中 我们也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一些信息 然后我们也可以在后续的治疗当中 也可以做很多的一些支持 好的非常感谢 那实际上呢我们在这边也是有两个我们线上的问题 一个问题呢 如果说是患者出现了一些神经性的疾病的话 他们是否可以使用免疫治疗呢 实际上这个问题的话 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的希塔拉教授来就来回答一下呢 因为这部分好像您比较有经验 然后之后的话也可以邀请别的专家来回答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这种情况的话呢 在我们胃癌的患者当中还是比较少的 我觉得首先就是要做这个生活标志物的检查 看说他的一个PDR-1的表达如何 看到其他的一些相对的这些标志物的一个情况如何 那我觉得再去看说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该如何来调整他的一个免疫治疗的一个方案 然后如果说这个患者他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通过化疗 做很好的控制的话呢 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可能在之后呢 在他的一个情况比较稳定啊 或者说是他出现一些MSH比较高表达等等的话呢 我们可能也会去联合免疫治疗去做 如果说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边来给大家看一下第18页 然后这边18页的这个PPT 然后这边是不是可以有我们的专家来跟大家讲一下说 我们现在可以做的胃癌的一些标准疗法 因为有很多的一些患者可能对于我们这部分的信息 都不是特别的清楚 好的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总结表 那就是在晚期的胃癌是怎么选择 如果是一个新的胃癌的晚期 或者是胃食管交接癌症的晚期 大家也知道我们要去了解癌症的分析 我们也可以知道有下一代的基因测序啊 生物表示物的检测啊等等 那有这样的分型之后 也有EVB阳性的这些胃癌 他们的获益可能会更大 在一线二线和三线 在这里呢分为核土阳性和核土阴性 大家也可以去跟我讨论一下 那是不是有第三类的患者呢 但是一线我先说一下 大部分的患者就是说在患者都会用 压氢叶酸还加上这个五辅尿密钉 是作为化疗的方案 然后看看PD-L-1 如果是比较高的话 我们会去选用PD-L-1 我们最近也在研究 对于说趋脱猪丹抗 也可以加进来联合化疗来用 但是其实大多数的患者 他都是晚期嘛 如果是晚期的话 一线也很有可能不管用 他会复发 复发只好也用于二线 在二线里面呢 其实化疗还是很重要的 大家也可以看到 对于二线 有一些货批的一些疗法吧 但三线呢 我们有一些伊利提康 纳武丹康 还有多西塔塞 还有朗斯福 都是货批了的 之前我们也听到 如果是赫图阳性的话 赫图阳性三线之后 我们可以用DS-8201 这种ADC的药物 在一些国家已经获批了 如果取得住耐药的话 在二线和三线都是可以用DS-8201的 这是啊 其实就是二线啊 后线的话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无论是一线二线和三线 其实它的一个核心药益就是说 如果前线的治疗耐药或者是出现了耐受的情况 就是你要换一种更有效的药物吧 总结就是说 我们在选择治疗方案之前 一定要去了解肿瘤的情况 它的分型 所有的患者呢 我们都会去推荐 比如说如果没有其他的选择的话 我们会去推荐患者去参与实验 临床实验 因为有很多的临床实验 它可能有其他的把点 一些小分子 还有就是成本的问题 包括无论是买车买房的时候 你可能都会有一个预期 销售会告诉大家 这个车有什么样性能 房子是怎么样的朝向等等 肿瘤也是 在治疗方案选择之前 一定要去了解 这个肿瘤的朝向是怎么样 它有哪一些特点 非常感谢您的这个 治疗方案的总结 Pogu教授 Helto Turkey教授 那您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呢 关于治疗的顺序 还有其他的生物标志物方面 有没有其他的补充 对于胃癌的领域呢 很遗憾 生物标志物只能覆盖 比较少的患者 包括Helto 20%的患者 是Helto过表达的 MSI high的5% 所以我们想要去进一步的研发 其他的一些把标 生物标志物 能够覆盖更多的患癌患者 这是我个人的患 见解了也不是问题 Pogu教授 您有五重吗 您举手了 是的 首先我想要说的就是 感谢感谢Amy 你的分享 你的分享激励了我们 鼓励了我们 我想去问一下 Tod教授 如果CPS 超过五分的话 能不能做手术 Shtara教授 可能您跟他回答这个问题 比较的适合吧 是的 CPS 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了 但是 我们来给大家再分享一些吧 换灯 如果我可以在这边 我能分享一下我的屏幕吗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的 因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嘛 大家能看到吗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具体的一个CM649的一个数据 CPS大于等于5和小于5的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生存率的情况 Checkmate649呢 它是根据CPS评分来进行了OS的分组讨论 因为CPS确实是比较的火 确实是有抑制性 刚刚教授也讲到 可能有一些病理评估的问题 还有肿瘤样本采样的问题 在OS方面 在左边 大于等于5分 那5加上化疗的话 是显著高于化疗药物的 中卫生存是14.4个月 那化疗单用是11.1月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中间和后面这个图 如果CPS是1到5分 或者是小于1分的话 但其实就是加上那5跟不加那5 没有什么特别的生存获益 那跟大家讲一下AT4这个研究 这个研究的目标患者 是亚洲人群 亚洲患者的 大家也可以看到 在PFS和OS上面是比较大的 在PFS上 确实是有获益的 但是在OS上面 两个曲线爱得比较的近 在日本的人群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卫的OS 是16.5个月对比 19.1个月 就加入了那5之后 还不如对照组 但是在韩国的患者里面呢 也是有不同的一个患者 在这个研究当中 CPS评分是没有去报告的 只是经过了这个不同国家患者的一个分层 所以我们其实还是要有不同的临床研究的数据进行考量吧 因为有一些不确定的情况 好的 非常感谢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 那么这个问题就讨论到这里 非常的感谢大家的参与 尤其是Jimmy Jacobson Totorky教授 张教授 来分享您的一个见解 还有临床的一些经验 对于患者 还有我们的听众来说 都是非常的有益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非常感谢大家的病例分享 Klepner教授 Lyssen教授 非常感谢您的一个分享 跟我们患者进行分享 我也想感谢我们的KCA KCA国际患者 还有我们的同事 许太尔教授和Kemkin教授 都来到我们的会议当中 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精彩的病例 最后呢 我想来做一个结尾 来希望大家在这个新冠疫情都能保重身体 保持健康 可能新冠疫情过后呢 我们能够线下见面 谢谢大家 下次见 好的 Lyssen教授 他已经进行了一个 致辞了 那非常感谢 那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开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参与 谢谢大家